七一行人离开西斯塔纳前王里昂尼斯 闻听此言的安格非常兴奋 指引他非常向王里昂尼斯 那里可是全部离塔尼亚著名圣骑士最多的地方 甚至国王是七大罪之一梅利奥达斯 七次的大罪是什么呢 安格非常惊讶 询问帕西难道是从超级偏僻的乡下出来的吗 曾经的他们蒙受了蓄意魔反的不白之冤 却多次拯救水深火热的王国 甚至在最后与魔神族的圣战中打倒了魔神之王 而这七人组成的圣骑士团就是七大罪 自己甚至珍藏了多年前梅利团长逃犯时期的通缉令 他们的事迹都已经传遍整个布里塔尼亚大陆 自己也想和团长一样成为一名出色的圣骑士 既然说到团长 我们这个队伍似乎没有队长吧 今后我们就是一起旅行的同伴 要以团队的形式共同行动 因此需要选出一个管事的队长才行 虽然帕西在四人中是最强战斗力 但与其说是队长 倒不如当队伍的吉祥物更好 内息的话好像也没有领袖的气质 但性格冷静又非常可靠 当团队参谋非常适合 至于剩下的唐尼 想了两分半都似乎都没有合适的位置 当个诱饵怎么样 这样看来最合适当队长的人好像也只有我 那我只能勉为其难地当这个小队的队长 闻听此言的二人觉得谁当队长都无所谓 不过当他们离开西斯塔纳的时候 有队母女一直在向唐尼道谢 说谢谢你圣骑士大人 健壮 安格突然抓住唐尼 你该不会也想成为圣骑士吧 还没得到达夫狐狸摇着尾巴打断他们 闲聊到此结束 该决定接下来的计划 突然从屁股中掏出地图 这个是布里塔尼亚南部地图 唐尼指着的地方是和帕西最初相遇的平原 而这个打着插号的地方是卡梅洛的旧址 目前他们所在的位置是离西斯塔纳不远处的地方 要去里昂尼斯要先穿越达尔弗雷亚山脉 我们可以先在山脚下的坎特驿站区休息整顿 闻听此言的安格反对 如果想要尽快到达里昂尼斯 那么就不应该绕路而是直接上山 狐狸说道 达尔弗雷亚是几乎没人能活着穿越的暗黑地带 要是不做好准备的话 还没进去两天半保准会丢掉小命 就这样 一行人决定先前往坎特驿站 殊不知此时的驿站内 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等着他们 那些一行人来到坎特驿站 为穿越达尔弗雷山脉进行补给 里面到处闪闪发亮的商品让安格爱不释手 就连铁匠铺都有 最重要的是先找个旅店住宿要紧 一个五人间和马鹏总计22枚银币 唐尼正喊狐狸付钱的时候 狐狸表示钱都交给安格保管了 毕竟他是队长 管钱的事可不能让男人和野兽负责 另一边 安格正拖着一大包东西走了过来 美西明曰表示上山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结果就买了一堆破灯和水壶 当看到生饭团团长还是有点让人欣慰 紧接着又掏出一堆毛毯 虽然每个人的手感都是不一样 但表示是价格是一样的 我真的是信一个鬼 随后最重要的就是 身为一个团 那么必须要穿得有模有样才行 当然身为狐狸也没有落下 虽然是童装斗篷 但感觉还是挺适合的 看到眼前的一堆东西 狐狸内心有骨不安的感觉 钱应该没花光吧 紧接着安格拿出钱包 狐狸都气炸了 他可是交给安格整整十枚金币 这些钱都能买下一套带家具的房子 而他竟然在这么短时间内就花光了 就这样还怎么当队长 只责因为安格的任性 大家今晚只能野外露宿了 变状 安格气汹汹地说道 只要把钱赚回来不就行了吗 让帕西拿着行李跟他一起走 看着这一幕 内西以为安格打算拿着东西去退伙 既然如此 趁他们回来之前还有点时间 唐尼带着内西来到酒馆 他身上还有点钱能够请客 并竟一看唐尼吓坏了 瞬间汗流加倍 没想到他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随后拿起唐尼点的卖酒说道 没想到能在这里看见你唐尼 不是受不了圣骑士训练跑去当街头艺人了吗 难道是你的表演内容就是喝酒吗 面对他的询问 唐尼支支吾吾地不敢出声 那些好奇地询问 眼前的男人是谁 与此同时古炼战斗场 安格以三枚银币一路连胜营到六十枚 众人都惊呆了 没想到一个小孩子将一群肌肉猛男给打败 殊不知此时的他已经被盯上 男人表现肥羊分成了两伙人 至于那个圣骑士 他和其中一伙肥羊在酒馆聊天 不过似乎用不了多久就醉倒了 到时候再好好地招待他们 另一边 面对自己的舅舅唐尼坐立不安 小声地询问爱德林大哥还是老样子吗 豪泽尔嘲讽地说道 好不好跟你这个逃避训练的胆小鬼有什么关系 那些有点惊讶 没想到唐尼还做过圣骑士训练 话说回来 李扬尼斯的圣骑士长 为什么要到这么偏远的地方 不过豪泽尔并不打算说 但是那些似乎也猜到什么 豪泽尔并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的 但你知道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不知前因后果的豪泽尔对着唐尼一顿骂 我就不该对你有所期待 像你这种没骨气的家伙是保护不了身边的人 还好你放弃了当圣骑士 大姐的在天之灵肯定也失望透露 文婷此言的内息有点看不下去 你可真是没个大人样啊 竟然借着酒精打人 你真的是圣骑士长吗 就在这时 帕西二人赢得盆满钵满回来 正想炫耀一下的时候 却被唐尼突然地撞开夺门而出 正当安格猛逼的时候 刚刚迎来的钱被豪泽尔给抢了 看着他们既喝酒又赌过 唐尼肯定是被你们给带坏的 文婷此言的豪泽尔看着内息 你有点嚣张啊小鬼 内息反驳道 总比你这种借着酒精殴打唐尼的人强 文言帕西有点生气 你打了唐尼了吗 唐尼是个好人 你为什么要打他 面对众人的起祸 豪泽尔感觉有点下不了台 自己也不能真的和小孩子打架 这时 内息想到一个分出胜负的方法 那就是他们轮流喝酒 谁先醉倒算谁输 不知此时的豪泽尔已经中套了 内息的魔力是调毒 酒精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毒素 所以这场比试根本输不了一点 其实当他看到这个驿站时 就有种违和感 一开始还以为是错觉 但现在几乎能够确定 首先是打铁破 那里有着很多带着 王国文章的台甲和盾牌 正常来说文章应该是 按照客人的要求定制的 但是店里摆的却都是 已经刻好文章的商品 这让人感觉非常异常 甚至安格在商店购买 很多价格相同的商品 但是品质却参差不齐 而每种商品却只有一件 那么这里售卖的商品 很有可能都是赃物 甚至有点怀疑 这位驿站的人 真的是坎特原居民吗 郑奇市长豪泽尔的大弟子叛变 沦为山贼的他无所畏惧 只因他挟持古龙弹 让古龙对他言听计从 自那以后他便占领 坎特驿站当起了土匪 豪泽尔收到报告 前来调查袭击旅行者的山贼团伙 没想到竟然是自己的大徒弟 占据了驿站 伪装成居民掠夺旅行者的财物 每当入驻驿站的人 都会将武器放在旅店里 即便是圣骑士来讨伐 也能轻而易举的 让他们失去战斗力 文言内希不惊觉的 不愧是身为里昂尼斯的圣骑士 就算面对众多敌人 却丝毫不拒 结果率不过两秒半 喝多了的豪泽尔 直直的向后倒去 内希都傻眼了 殊不知这一切都在 在爱德林的计划当中 每次都是他把喝醉的豪泽尔搬回家里 他的酒量可谓一清二楚 最强战力的圣骑士长倒下 那么剩下的人将会被他们当奴隶卖掉 文听此言的内希也明白他们的目的 伴随着魔力的发动 吸入毒雾的山贼一个个倒下 眼看山贼逐渐失去反抗能力 内希正想先带同伴离开 却没想到此时的爱德林 直接挟持着帕西 内希瞬间猛逼了 刚刚明明还躺在地下 当看到帕西的时候便察觉中间了 一瞬间爱德林来到身后将其打晕 将他们关起来后 又找到刚刚逃跑出去的唐尼 唐尼惊呆了 询问爱德林不是和舅舅去修行了吗 见状 爱德林表示和你一样放弃成为圣骑士了 唐尼有点疑惑 成为圣骑士不是你一直的梦想吗 不过爱德林也不打算解释 让唐尼离开他们的伙伴和他一起合作 那可是比当圣骑士要划算和轻松 文言这让唐尼更加不解 只因圣骑士又不是那种计较个人得失的工作 圣骑士吗 我才不屑当什么垃圾圣骑士 也向唐尼表明自己现在做山贼工作 赚钱什么的简单的令人发笑 甚至拥有超强大的伙伴协助 圣骑士什么的都不怕 能再见到这里相遇非常开心 也想让唐尼和他一起做大做强 然而唐尼的梦想是当圣骑士 并不会和他同流合污 表示要回去找同伴了 却不料被爱德林拦住 回去也没用了 你的同伴全部被我抓住了 文听此言的唐尼狠狠抓住他的手里 如果我的同伴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以前我非常尊敬你 但没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 爱德林一愣 变了吗 我从来都没变过 只是我以前没注意到自己的宿命而已 伴随着一阵哨响 声音逐渐响彻整个山脉 没一会庞大的身影笼罩着整个坎克驿站 另一边怕吸引行人被关在牢房里 等山贼离开后一道身影敲咪尼出现 此时内息盼望唐尼能够发现异常 但郝泽尔却说道 唐尼那个胆小鬼怎么会来救我们 他在乎的只有自己而已 就在这时 酒馆的店长突然出现 表示前来救他们的 当他打开门后直径地走向郝泽尔的位置 让他清醒点 鸣里糊糊的他没认出光头是谁 殊不知光头名叫泰兹 当年在争夺戴安娜的神器中惨败给他 闻听此言的郝泽尔瞬间清醒 没想到多年以后还能再见 但怎么老了那么多 泰兹打断了他 现在可不是叙旧的时候 这里马上就要被摧毁了 需要你的力量阻止此事发生 这一切都是因为艾格林挟持古龙蛋 让他对自己言听计从 拥有如此强大的助力 再强大的圣骑士都不是他的对手 吓得唐尼撒腿就跑 见状 艾格林表示我们注定成不了大器的人 倒不如一起做大做强 与此同时 帕西和安格逐渐清醒过来 只因内西将他们体内酒精毒素全部调和 虽然此事他们有点猛逼 但时间紧迫 内西表示我们似乎被卷入麻烦的事情里面了 不过安格醒来后 只关心之前赚到的钱去哪了 当看到一旁的豪泽尔 文听此言的豪泽尔差点没吐出来 自己怎么会对乳秀未干的女孩感兴趣 见状 帕西指责豪泽尔 不仅殴打了唐尼 甚至还气哭了安格 你伤害了我的同伴 我绝对不会放闻 看到自己计划成功 安格不禁地吐了吐舌头 还不等内西说明真相 帕西狠狠地就给了他一锤 正想继续为铜蛋报仇时 却被内西大声阻止 那个人可是里昂尼斯圣骑市长 更是唐尼的舅舅 笑死 另一边 爱德林让小弟把逃跑的唐尼抓回来 但绝对不许伤害他 并让古龙先回潮雪 如果有什么事再害怕过来 然而古龙却死死盯着他 见状 爱德林立马威胁古龙 如果不乖乖听话 那么这颗蛋的死活我可不敢保证 高傲的古龙非常生气 但自己的龙蛋在他手中也不得不听话 这时小弟走了过来 他们并没发现什么红头发男人 比起那家伙 他们更在意的是刚刚抓到那女孩 能不能再卖出去钱让他们尝尝鲜 想一想口水都止不住留下来 闻听此言的爱德林直接拒绝 毕竟他们是唐尼的伙伴 让他们先找到唐尼再说 没办法三人只好先答应下来 但内心谁都不服爱德林的安排 他们心中早已对爱德林不服 区区一个小鬼头竟然敢命令他们 酒馆老板回想起一年前 当初明明还是个小屁孩 像是迷失了人生目标一样 维米不振地走进酒馆 出于担心就打算和他聊聊天 但他喝完酒后一言不发就离开了酒馆 没想到再次见到他时 他竟然成了达尔弗雷亚山脚 为据点的山贼老大 偶然听到喝醉的山贼说 那天他喝醉了离开酒馆后受到他们挑衅 然后就和他们打了一架 当时山贼看他伸手不错打算拉他入火 然而在某一天 他潜入了山贼都不敢靠近的古龙巢穴 并将古龙的蛋给偷走了 自那以后古龙就对爱德林言听计从 拥有了强大的助力的他赶走了坎特原住民 占领这个驿站立地为王 前来讨伐的圣骑士都被他一一打跑 也因为古龙已经上了年纪 这一颗蛋可能是他最后的传承 只能沦为爱德林的大手 闻听此言的内息有点疑惑 正常来说龙蛋随时都有可能孵化 应该没办法利用他一直威胁古龙才对 店长表示 他手里的蛋其实是假的 只因爱德林的魔法名叫仿冒 能够制造出一模一样的假货 就连质感都和本体毫无差别 但那终究是幻象而已 现在古龙隐约察觉不对劲 恐怕隐瞒不了多久了 拜托豪泽尔前去阻止灾难的发生 不然事情就会变得无法挽回了 但豪泽尔并不想管 这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的报应 店长表示 想取爱德林性命的不只是古龙 其实那群山贼早已看他不顺眼 只因他不让山贼对女人和小孩下手 就连打倒的圣骑士也不让他们杀 每次抓到的人最后都放跑 他不过只是在装画而已 其实内心还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此时的爱德林被山贼给打晕 当他醒来后 龙蛋已经被他们给抢了 甚至他们已经在幻想 龙蛋在守天下我有 看见这一幕的他瞬间就急了 想到龙蛋的山贼不屑一顾 有着这么强大的助力却不会使用 倒不如我们来帮帮你 话音刚落 庞大的古龙瞬间出现在他们眼前 看见如此恐怖的古龙下的山贼 不小心将龙蛋给丢了出去 当龙蛋掉下地的一刹那 突然就化为灰烬 见状 古龙异常的生气 身为高傲的龙族竟然被区区人类给戏耍 龙爪拍下去的一颗大楼瞬间四分五裂 强烈的震动也传到地牢中 没有了龙蛋的威胁 此时的古龙愤怒地想要将整个驿站移为平地 虽然狐狸很想直接把他秒了 但是又不能暴露身份真的是麻烦 强大的龙吼声也传入地牢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能叫爱德林的也只有你了好走 其实龙宝宝早已顺利孵化出来 但是一直没什么精神 爱德林也不好意思把他这样还给母亲 所以就偷偷地照顾他 等恢复精神就还给他 见状 那些先给他服药试试 以他目前的虚弱的气息 怕是活不过两天 就在这时狐狸他们凭借气息找了过来 帕西询问有看到唐尼的身影吗 豪泽尔表示 以他的胆小鬼的性格 怕是已经离开这里了 不过帕西相信唐尼 就算他逃跑了也一定会回来 紧接着把身上的长岸之关碎片丢给豪泽尔 希望到时候你能亲手还给唐尼 他现在要前去找他 探着眼前武器不禁地回想起 以前你不是很想成为圣骑士吗 不是想成为七大罪一样牛逼的人吗 就算魔力不够强大 只要运用得当任何魔力 都能有非常多的用途 但最后却抛下一句 我不想死就逃跑了 这不是你亲口对我说的吗 另一边 古龙整大肆破坏宣誓自己的愤怒 被波及到的爱德林直直往下坠了 似乎感觉到死亡的来临 突然原本下坠的身体漂浮在空中 躲在一旁的唐尼将其救了下来 虽然现在古龙正在破坏 但是我想告诉你 其实我已经没有做街头一人了 我要为重新成为圣骑士而努力 爱德林疑惑 你不是因为怕死而放弃做圣骑士吗 唐尼认真说道 我确实不想为了保护别人而牺牲自己 但是 我遇到了人生中让我甘愿舍命相救的同伴 这时帕西也赶了过来 让唐尼他们跳下来 然而就在他们跳下去的一刹内 被古龙发现身影 见状 古龙狠狠地吸了一口气蓄力 想将一直羞辱自己的爱德林烧成灰烬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帕西及时用魔力保护着他们 对着古龙说道 我明白被偷了龙蛋的你很愤怒 但我也有我要保护的东西 话音刚落 帕西将刚刚的古龙吐戏狠狠地砸了回去 古龙肆无忌惮地破坏城镇 实力悬殊帕西也无法对他造成伤害 危急时刻圣骑士长豪泽尔终于上线 庞大的古龙在他眼前就像老贝里一样 一招龙卷风摧毁停车场轻松将其打败 就在刚刚 帕西和古龙进行战斗 战斗的余波使得地牢有动态的迹象 此时的幼龙身体无比虚弱无法吃药 内西只能将药物物化让他慢慢吸入 狐狸看着眼前的圣骑士长不禁地说道 真是丢人了 豪泽尔圣骑士长 就这B案还好意思当唐尼的师傅 豪泽尔惊呆了 会说话的诸道是剑果 没想到狐狸也会说话 狐狸一眼就看出豪泽尔的现状 是无法原谅背叛自己的徒弟 还是辜负自己的徒弟 亦或者说 无法原谅的其实是 没能培养好他们的自己 真是让人无聊 你可能无法相信 在你手中的长岸之关碎片 并不是你所想象的唐尼 从别处偷回来的 而是唐尼拼命保护下来的 从一个想发动长岸之关的混沌 骑士手中保护下来 豪泽尔不敢相信 唐尼竟然能从亚瑟麾下的圣骑士 守护住了他 当时混沌骑士发动长岸之关 唐尼和同伴们拼上性命 才守住差点被毁灭的城镇 豪泽尔有点惊讶 同伴是和他一起 街头卖艺的小鬼吧 狐狸向他解释 他们并不是街头艺人 带头盔绿发的小不点 是他奉里安尼斯国王命令找到的 就如同你所想那样 他是预言中的骑士 莫是路斯骑士的帕西 但是他的魔力才刚觉醒不久 就连实习圣骑士都算不上 根本不是古龙的对手 再这样下去 他们会非常危险 闻听此言的豪泽尔也不再犹豫 请求内息用魔力 消除他体内的酒精 见状狐狸也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 帕西明白自己不是古龙的对手 让安格带着唐尼他们逃跑 虽然实力悬殊 应该也能为他们争取一点逃跑的时间 突然古龙抬起巨爪 感觉被羞辱的他狠狠地拍向帕西 锋利的巨爪直接穿透帕西的身躯 然而并进一看 原本被穿透的帕西 突然化成一道物消失不见 殊不知这正是爱德林 利用魔力制造的幻想 危急时刻为他们争取了跑路的机会 帕西也没想到龙竟然这么厉害 以前听爷爷讲龙的传说 还以为是在吹牛逼 没想到自己最强大的一击 都无法撼动他的身躯 突然 四二万不小心被石头绊倒 坐在马背上的几人直直摔倒在地 动静之大恰好被古龙给发现 危急时刻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 伴随着强大旋风的出现 映入眼帘的是豪泽尔盛骑士长 他的魔力名为暴风 能够自由操控风暴的能力 见状 安格有点一会 这个罪鬼怎么来了 想让他快点逃跑的时候 只见豪泽尔和他们擦肩而过 走向古龙 二人惊呆了 没想到圣骑士长这么厉害 唐宁一脸兴奋的说道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就是真正的圣骑士 被打倒的古龙非常愤怒 使用弹射攻击直径的撞向豪泽尔 只见豪泽尔高高跃气 在空中旋转两圈半使用最强技能 就在豪泽尔打倒古龙后 帕西整个人都非常兴奋 见识到圣骑士强大的力量 内心蠢蠢欲动 圣骑士实在是太帅了 他也想成为真正的圣骑士 想让豪泽尔教他成为圣骑士 笑死 干得豪泽尔都要抠出三十一听 帕西没想到 虽然唐尼的舅舅是个罪鬼 但实力却那么牛逼 想知道他也能变成 圣骑士长一样强大吗 豪泽尔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比他强的人数都数不清 这时一道声音响起 内心骑着龙宝宝飞了过来 经过内心的药物治疗 龙宝宝也恢复了精神 这时龙宝宝看向一旁的母亲 无论怎么呼唤都没有反应 内心担心是不是被打死了 豪泽尔让内心放心 自己并没有使用权力 不过安格有点担心 万一放过他 以后又袭击城镇怎么办 古龙是因为孩子被抢走才会发狂愤怒 现在已经母子团聚 他也不会再无缘无故袭击城镇 要是真有什么问题 我也会再前来解决 闻听此言的二人也放心下来 见到事情已经完美解决 埃德琳也没脸待在此地 见状 豪泽尔直接把他叫住 埃德琳明白他现在已经是通缉犯 而且还犯下无法挽回的过错 豪泽尔说道 这就是你逃避的理由吗 忘掉自己伤害古龙和破坏城镇的行为 然后再四处躲避吗 埃德琳不敢指示他 要是有意见的话 就把我抓起来关进监狱 豪泽尔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你是以为你和唐妮一样 觉得自己魔力逼不是当圣骑士的料吗 所以才会自暴自弃地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我很久以前就教导过你们 圣骑士需要的不是伤害对手的魔力 而是能帮助同伴的力量 就像刚才危机时刻 你用自己的魔力救下了唐妮和帕西他们 随后豪泽尔看向唐妮 也为之前的事情道歉 身为你的舅舅却对你一点都不信任 不过现在的你真让我为你骄傲 唐妮有点不好意思 其实自己之所以选择逃避 是因为母亲临死前曾告诉她 要连带她的份好好地活着 所以不想辜负母亲的期望 一直觉得自己无法成为 能拼命救助百姓的圣骑士 才会选择逃避 自从遇到了帕西 我才明白 我想成为一名为同伴而努力的圣骑士 健壮 豪泽尔准备交还长岸之关碎片给唐妮 并表示只要碎片在你手上 那么亚瑟的手下就会为了夺走他疯狂袭击你 希望你能做好觉悟 闻听此言的唐妮直冒冷汗 只因长岸之关碎片非常重要 甚至能扭转里昂尼斯和他们的战局 此时的唐妮已经吓到躲在安格的身后 都这么说哪还敢拿着 健壮 帕西表示那就让他保管吧 随后来到打铁铺 豪泽尔准备帮帕西打造刀刃 将他镶嵌在长岸之关的刀柄上 虽然只是简单的打造也能使用一段时间 毕竟想成为圣骑士怎么连武器都没有 更何况帕西是预言中的四骑士之一 这是狐狸一人离开的现场 当路过一个石头的时候变化出人类形态 将魔力附魔在弓箭上传递信息 向着里昂尼斯方向发射 将寻找到末世路四骑士的信息传递给团长 与此同时里昂尼斯内 团长正忽悠士兵尝试他新创作的料 突然感知到一股魔力急速飞来 伴随着弓箭魔力化为星光消散 团长也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四骑士全员身份大公开 死亡骑士帕西 必病骑士特里斯坦 就连七大罪之一高色也终于出现 为了保护魔神族村庄而变化成魔神族长老的样子 就在帕西一行人离开坦特驿站开始翻越山脉 但听狐狸说 达尔弗雷山脉被人称为恐怖之山 传说中这里有着天上的骑士 有着鬼神的灵力 据说还有把旅行者骗过去吃的食人鬼村子 闻听此言的安格瑟瑟发抖 见状 帕西打算换个有意思的话题 比如大家一起为他的剑请云子和必杀记叫什么 闻言大家顿时觉得睡意朦胧 还是早点睡觉比较好 很快第二天一早 众人打算一口气翻越山脉 尽快去到里昂尼斯 但狐狸有点心不在焉 只因昨晚睡着的时候 迷糊之中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 不清楚眼前的女人是谁 但奇怪的是他竟然知道他的身份 印象中的女人的打扮 似乎有种是新娘的感觉 与此同时 帕西一行人也终于来到山顶 本以为里昂尼斯就在眼前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山顶不过是达尔夫雷山脉的起点 狐狸表示 从这里到里昂尼斯的话 不眠不休都要走两天半 三人都惊呆了 还要这么长时间 本以为马上能看到里昂尼斯 现在感觉什么动力都没了 突然 帕西感觉到什么 干他们先走一步 只因他快要憋不住了 找个地方放放水 却没想到意外发现眼前有个村子 安格觉得在山脉中出现村子 总觉得有什么古怪 狐狸也察觉到整个村子 都弥漫着奇异的魔力 文言帕西蠢蠢欲动 奇异魔力古怪的存在吗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村子 见状 帕西和唐明兴奋地冲了过去 突然 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警告他们千万不能过去 那个村子里面非常危险 这时 狐狸发现两人 似乎穿过了一道透明的结界 见状 不放心的狐狸也紧跟其后 内西和安格也正准备过去的时候 却被身后的猎人制止 但二人似乎没发现不对劲 感觉村民好像很欢迎他们的到来 见状 唐你感谢他们热情的欢迎 有点口渴的他询问村子 有没有酒馆之类的地方 与此同时 猎人表示他名叫亚多 狗狗名叫凯里 他们经常在这附近巡逻 就是为了防止旅行者 侮辱那个村子 不过安格有点好奇 怪物的巢穴是什么意思 猎人回想起很久以前 其实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村子 但在十几年前 那群不知道从哪来的家伙 突然霸占了那个地方 有一次无意中看到 那些人一旦离开了村子后 就变成可怕的怪物 而靠近那个村子的旅行者 最终都会失去踪迹 总而言之 那个村子非常危险 文廷此言的那些有点担心 要尽快通知他们三人才行 殊不知村子内的 唐尼酒围地喝到了卖酒 非常开心 虽然觉得很好喝 但总感觉有古特别的味道 村长解释 这是村民们仿造 布里塔尼亚酒馆酿造的弟弟卖酒 虽然第一次喝 但他还挺喜欢这个味道的 看着大家笑眯眯的模样 心情似乎也跟着好起来 唐尼好奇地问 村子里的人好像都不太爱说话 其实并不是不会说话 只是因为村民们 大部分都不会说布里塔尼亚的语言 无法交流会感觉到很不方便吗 帕西觉得没什么关系 只要大家心灵相通 就能成为好朋友 这也是爷爷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殊不知当两人有说有笑的时候 村长看着长安之关的剑柄 似乎在想什么 文听此言的唐尼觉得心是不是想太多了 毕竟这里的村民看起来都是好人 当听到新的名字 村长似乎想到了什么 狐狸心 Foxus Senna 村长似乎已经察觉到他的身份 表示想和他单独聊聊 见状 狐狸也答应他的要求 正好看他究竟想做什么 临走时村长也吩咐好好招待他们 回想起他们在坎特一战的时候 都没怎么吃东西 现在吃起来食欲大增 食物和卖酒一样感觉味道怪怪的 但味道还是非常美味 然而当村民帮他们加酒和料理的时候 无理被村长骗到小房间迷晕 内西和安格也来到村子外面准备营救他们 猎人表示 村子外的那些石头属于结界范围 他们一旦离开这个范围就会变回原样 而村子里最高大的老头是他们的村长也是长老 如果要把他们引出村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结界有个弱点 那就是村里供奉的神体 位于村子的中心形状奇特的岩石 他们经常会去护理他 拿东西肯定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只要将神体破坏 那么就有机会趁乱救出被困的同伴 猎人表示他会在村子外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然后趁机入侵村子里面 文言内西警戒问道 这么做的话你也会陷入危险当中 为什么要帮他们那么多 安格明白内西的用意 也试探的附和一举 毕竟他拥有看穿谎言的能力 猎人表示 其实不想再看到无辜的人牺牲而已 文言安格也通过能力观察着猎人 不碰结界的一刹那 强大的排斥力阻止猎人的进入 见状猎人也只能大声的在结界外嘲讽他们 用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而安格和内西的目标 就是前往村子中心的神体处 安格都有点无语 明明帕西不久前在坎特才栽了跟头 一点都不反省自己也没有紧张感 竟是给人添麻烦 但内西觉得 这不就是帕西的魅力之一吗 安格顿时就觉得 这个队伍还是需要一个队长 无论遇到什么状况 都能冷静判断出正确行动 正好趁这个机会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让他们看清自己到底是不适合做队长 话音刚落 远处传来了唐尼撕心裂肺的嘶吼声 此时的他头疼的似乎要爆炸一点 见状 内西上前救着唐尼 让安格先去神体那边进行破坏 此时的唐尼觉得头要裂开一样 内西想询问发生了什么 却被唐尼制止 他越说话震的头越痛 突然 内西发现村民们似乎把他给包围起来 当看向一旁的酒壶 便明白唐尼目前是什么问题 与此同时 正前往神体路上的安格 忽然听到帕西的那海声 身体本能地想上前救他 但他明白上去了最后都会被抓住 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找到神体将他破坏 很快就发现神体的位置 在猎人口中得知 这神体其实是让怪物化成人形的结界装置 那么只要将他破坏掉 怪物们就会变回原形 整个村子都会陷入混乱之中 到时候就能趁这个机会救出帕西他们 就在这时 内西只好唐尼后急匆匆地跑过来 其实他只不过是喝多了后镜上头 简直就像是魔界的酒一样 而帕西其实也是在叫大家练习古链战宝 其中德鲁乔蒙是真的厉害 一下子就把他给打飞了 唐尼猛逼了 你是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的 唐尼小脑顿时就萎缩了 他完全听不懂说的是什么 内西也觉得发音也不像布里塔尼亚的语言 与此同时 斯尔万和安格拼了老命地拉着神体 殊不知在一栋的一刹马 远处的村长立马察觉到了不对劲 伴随着庞大的神体轰然倒下 此时的安格吓坏了 没想到原本的村民竟然变成恶心的怪物 猎人也没说过他们会变得这么大呀 他还要成为圣骑士 绝对不能在这里被怪物吃掉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了帕西的声音 却没想到他已经被抓住了 笑死 帕西表示德鲁乔蒙是他的朋友 并没有危险 闻听此言的安格瞬间就猛逼了 得知事情的经过后 安格顿时变得身无可恋 内西也有点惊讶 他也从没见过这种种族 唐里也觉得他虽然长得奇特 但脾气都挺好的 不过最让人没想到的是 帕西竟然会他们的语言 所以 安格觉得他自己进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没搞清楚就把对方神体给破坏了 都有点不好意思 这时村长缓缓走了过来 表示你们把敌人放进来了 见状 内西也向村长道歉 自己好像误会了你们不小心破坏了神体 但我们并不是你们的敌人 就在村中节节被破坏的那一刻 村民们显现真身 而眼前的猎人是亚子王麾下的圣骑士 名叫亚德贝克 为狩猎魔神族而来 闻听此言的三人惊呆了 有点不敢置信 眼前的竟然是16年前的圣战中 令布里塔尼亚陷入恐慌的魔神族 见状 村长长老表示 这个村子里的魔神族 都是当时不愿参加圣战的逃兵 但亚德贝克并不在意 无论他们有没有参加圣战 只要他是魔神族 那便要以此谢罪 以此来祭拜16年前圣战中牺牲的人类 你殊不知亚德贝克手中的水晶 是专门用来封印魔神族的魔法物品 名叫四大天使的琥珀 而他手中的水晶 甚至能比过去使用的女神的琥珀 多封印数十倍魔神族 眼看脚下的帕西有点疑惑 安慰他不用害怕 刚才抓住你的魔神族 已经被他封印了 话音刚落 顿时察觉到帕西的模样 发型如鸟一般草绿色头发的少年 再加上身后龙形浮雕的碎片 是预言中默示录的四骑士吗 见状 帕西气汹汹地说道 德鲁乔蒙是他的朋友 就连其他村民都是好人 文言亚德贝克有点呆住了 魔神族是朋友是好人吗 紧紧握住手中的魔法杖朝帕西咋去 没经历过圣战的人 是不会知道魔神族究竟有多可怕 原本还不相信 看来你会毁灭世界的预言肯定是真的 竟然选择和魔神族同流合污 为了亚瑟王描绘的理想世界 也为了那些失去的人们 趁帕西没成长起来必须要杀死他 见状 安格打算让亚德贝克驻守 帕西是他们重要的伙伴 文言亚德虽然很感谢安格破坏了神体 但希望他别多管闲事 内西说道 你可能不清楚 在你同伴迫害我们的时候 是帕西挺身而出拯救了我们 他可是我们的英雄 原本有些动摇的他 却听到帕西坚定的要将魔神族放出来 这一刻 愤怒充斥着整个大脑 安格愣住了 只因传说科尔努诺斯是长着熊入脚的身 但眼前的怎么看都是只狗 亚德表示 凯里其实是居住在炼狱里的幻兽 实力非常强大 仅仅一击就将帕西狠狠地拍飞 千军一发之际 帕西及时展开了魔力 见状 内西让他瞄准凯里的脚 先封住他的攻击 文言帕西直径飞了过去 使出权力狠狠劈向凯里的脚 却没想到权力一击只造成一个划痕 亚德不禁地笑了出来 科尔努诺斯的双脚硬度堪比十六十 就凭你这种三脚猫功夫 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伤害 突然 凯里双脚蓄力把帕西垫得外苏里难 吓得四二万撒腿就跑 可不料跑进房间里后 竟然发现狐狸正躺在地上 该不会死掉了吧 随后疯狂地喊他 这时狐狸突然动了一下 四二万才松了一口气 狐狸都无语了 不是说能让他好好地睡一觉吗 伴随着剧烈的震动 狐狸走出来便发现周围一片狼藉 紧接着发现帕西似乎正被人当猴耍一样拍打 剑状 亚德也让凯里尽快将帕西解决 突然身后出现一把剑 安格威胁让他尽快住手 休想杀掉帕西 他明明拥有看穿谎言的能力 然而却被你给骗到了 亚德表示他并没有说谎 他曾经是一位猎人 只不过现在狩猎的对象 从野兽变成魔神族而已 也是真心想救出你的同伴 但做梦都没想到你的同伴 竟然是预言中的歧视 文言长老说道 但你心中并非只有善意 如果不是靠两个孩子帮忙 别说靠近身体 就连这个村子你都无法进来 只因村子的结界 不仅能让魔神族变成人类模样 甚至还能感应对这里 抱有杀意或者敌人的人 并将他们拒之门外 眼看谎言被拆穿 亚德也不装了 他的确是为了进入村子 而利用他们的感情 但这一切都是为了 消灭邪恶的魔神体 安格不理解 明明那些魔神族 没做过任何伤害我们的事 所以说你还是个孩子 根本不知道魔神族 在那场圣战中 有多少人类眼睁睁 看着人间化为地狱 紧握着瓦利下死去儿子的手 嚎哭大叫的母亲 在大火中寻找父母的年幼兄弟 死死抱着烧焦的 摇篮目光呆滞的父亲 预言中所提示 默示录的四骑士将会带来悲剧 甚至比魔神族带来的灾难 还要严重 他们会毁灭 布里塔尼亚一活着整个世界 为了阻止悲剧的发生 即使他还是个孩子 也要亲手解决掉他 就在帕西毫无反抗之力的时候 狐狸走到他身旁说道 难得拿到新剑 为什么不使用呢 当你用自身魔力与剑合在一起 便能轻松砍掉他的脚 当两者结合 可不是简单的一家一等于二 为了拯救被封印的魔神族 帕西和圣骑士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当自身魔力复作在剑身上 使得破坏力和强度瞬间增强近十倍 就算比十六时更加坚硬的双脚 也被帕西轻松给削了下来 恼羞成怒的凯莉狠狠地将帕西一口吞下 剑撞 那些连忙发动魔力 雾化状睡眠毒 迎着风向朝凯莉鼻子吹去 仅仅是吸入了一点 就算炼狱中恐怖的幻兽都立马挡头就睡 也幸好在凯莉吞下帕西的一刹那 连忙将魔力转化成防御形态 要不然可能现在已经在他肚子里面 眼看凯莉战败 亚德撒腿就跑 美其名曰战术性撤退 虽然很想追上去 但对于山脉地形来说 他肯定非常熟悉 贸然追去非常危险 这时长老走了过来 表示他大带率跑回水晶洞穴了 而水晶洞穴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洞穴 就这样 帕西一行人前往水晶洞穴 拯救魔神组 很快众人来到水晶洞穴门口 狐狸察觉到这里有股极其诡异的门 十有八九在里面设下了陷阱 内部错综复杂的结构一不小心就容易弥漏 不过怕西觉得 亚德是和他们所战斗过的圣旗势力最弱的一名 安格也发现 如果和西德对比 他的身手简直就像个外星人一样 内西也会想起 在战斗的时候他似乎没使用过魔力 那他的魔力应该不属于破坏型破复咒型 话音刚落 周围传来了亚德的回音 他的确不擅长战斗 所以他会用魔力来解决掉帕西 但他的魔力生效需要时间 所以不把你们骗进迷宫里面拖延时间 那可能就一点胜算都没有了 有时候步步紧逼的人反而会陷入绝境 你们可要小心了 然而话音刚落 众人都惊呆了 只因他们突然变成了小婴儿 不仅是帕西 就连唐尼和内西都烦恼环统 殊不知这正是亚德的魔力 在他周围50码的椅内的生物 将会变回婴儿时期 见状 安格和内西正打算先离开这里 却不料唐尼和帕西 已经完全变回婴儿时期 安格都无语了 怎么就你们两个变得像小婴儿一样 亚德表示 只不过变化速度略有不同罢了 再过一会 你们的精神和身体 也会变回婴儿时期 话音刚落 安格和内西都已经变成了小婴儿 那么只要将帕西解决 预言中的骑士将无法集合 毁灭世界的预言终将会被打 先击一下 さて 小婴儿时期 海忻 pace 他 余分 欧郁 小婴儿时期 雷 夢 小婴儿时期 呆 久 正想杀掉帕西的时候 身后的安格紧紧握住他的长头 似乎不想他这样做 见状 亚德也不想吓到安格 连忙把帕西放在一边 抱起快要哭出来的安格说道 他必须得解决掉默示录的四起事 他不想再感受一次那种痛彻心扉的痛苦 当看向手中的安格 不禁地回想起自己的女儿 他和安格非常相似 也非常的可爱 但在一次魔神族的袭击中 他的女儿死在了摇篮之中 而他所说目光呆滞的父亲 也便是说的他自己 所以他非常痛恨 让他失去女儿的魔神族 恨不得将其感激杀绝 这时身后的帕西 不断挥舞手中的剑敲打亚德 剑撞 安格似乎想让他住手 亚德不禁觉得 你都变成小阴了 还是选择要保护安格吗 但我要杀的人始终都是你 也向你保证 不会对安格他们动手 突然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魔神族长老来到水晶洞穴后 他终于明白 亚德为什么选择这里当军 传闻水晶蕴含着灵力 连死者之都都有着这种矿石 而这个水晶洞穴 堪穿离王者的世界 最为接近的地方 你是想治愈内心的伤痛 想见到已经死去的女儿 所以才选择留在这里吧 亚德非常惊讶 为什么魔神族 会知道他女儿的事 于是连忙谎称 他是为了封印魔神族 才会藏身于这个洞穴 长老当然不会相信他的话 于是打算和他做个交易 如果你愿意将这几个孩子 身上的法术解开 再把封印魔神族的水晶交还给我 那么 我可以让你见到你的女儿 闻听此言的亚德愣住 他明知道长老是在开玩笑 但内心似乎抱有一丝丝希望 他已经在这里住了五年 却从来没见过女儿的幽灵 他也发现眼前的长老并不是魔神族 明明中了我的魔力 却完全没有反老还童的记性 说明他也不是人类 长老思考了一回 按照这几个十六岁孩子 变回小婴儿大约需要十六分钟 如果一分钟年轻一岁来计算 想让我变回婴儿时期 可能需要三千几百分钟 也就是大约两天半 三千と数百分 三千歳以上だと 本当に何人の大 いいだろう 教えてや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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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混沌骑士总在司机打倒七大罪 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 闻听此言的亚德明白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紧接着看向地上的帕西 先把他带走再说 毕竟眼前的可是传说级别的怪物 就算竭尽全力都不可能有胜算 殊不知当高色解开伪装 庞大的魔力也随之暴露 全被高空中的屎魔监视着 本来是来查看突然出现的庞大魔力 没想到竟然遇到了意外之行 高色一步步逼近说道 收手吧亚德 闻言亚德把帕西举到半空威胁道 如果再继续接近就把他丢下去 见状 高色手中抱着他女儿说道 在自己女儿面前 你做得出这种事情吗 亚德不敢置信 思念已久的女儿就这么出现在自己眼前 这一刻 亚德满眼都只有自己女儿的身影 将手中的安格放好后一步步走向高色 见状高色说道 这便是你的愿望吧 看见高色轻聊淡写的话语 顿时异常愤怒 传说中的大罪人果然和传闻一样 竟然做出如此玩弄人心的事情 这简直宛如恶魔般的行径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他明白自己女儿早已经死去 眼前的一切只不过是幻觉全都是假的 但内心还是压抑不住对女儿的思念 抱起来的那一刻似乎发现 手中净传来女儿身体所带来的温暖 当实现自己的愿望后 亚德表示回到洞穴 就解除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魔女 不然安格一丝不挂地变回原样 怕是会恨他一辈子 紧接着对高色说道 在失去女儿的打击那一刻 唤醒了他的魔力 但这股力量却没办法 时间倒流复活自己的女儿 就在人生充满绝望的时候 亚瑟王突然来到面前 表示如果愿意助他一臂之力 那么就能再次见到自己活着的女儿 当时以为他侮辱自己 但是对上他双眼的一瞬间 大脑似乎停止了思考 也因为他那句话便决定成为他的骑士 为了建立属于人类的世界 他们计划将魔神族全部驱逐 但现在终于醒悟了 死者不能复生 其实我还能见到活着的女儿 那也无法证明究竟是不是自己真正的女儿 虽然高色给他的只是幻属 但确实让我见到了熟悉并深爱的女儿 也非常感谢他 就在这时 远处忽然出现强大的魔力 朝他们方向起来 数量有两个 分别于三秒后和八秒后抵达 攻击目标是帕西和安格 剑状 就在长枪落下来的一瞬间 高色及时暴走帕西 强大的攻击使得山体瞬间四分五裂 你再来吧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稍微待着 稍微待,陈姐姫 在大活着 一起会收到达 父子 纽然 最后 是 阿尔子 亚德救下安格之后 自己也被复咒的长枪穿心而死 史魔都无语了 没想到亚德竟然选择反水 还没确认到墨士路斯骑士和七大罪的生死 都怪这该死的粉尘挡住事业 话音刚落 史魔就被突如其来的弓箭打了 狐狸早了出来说道 还以为是高色的史魔 不然早就解决掉他了 不过话说回来 亚德的魔力不解除 他也不敢贸然进入洞穴 这次幸好有高色的帮助 不过高色内心似乎有点愤怒 当他解除魔力后 再看向保护安格死去的亚德 拿起插在墙面的长枪 伴随着魔力的发动 感受长枪中残留的念力 锁定发出攻击的人物 发现是亚瑟王麾下的混沌骑士堂 周围似乎还有同伴的反应 大概距离这里9点2英里 久不见了 这感情 我应该不太喜欢 神奇 双球哈尼特 与此同时不远处 同伴正抱怨塔姆 搞偷袭就算了 两把枪都没射中目标 也实在太惨了吧 塔姆反驳道 但他至少解决了碍事的亚德 现在他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了 后面肯定会加强警戒 就连希德和泰塔斯 加上亚德都没能杀到他们 归根到底都是因为 对方是小孩所以轻敌了 一旁少女正想询问塔姆 史魔是在哪失去联系的 然而话音刚落 塔姆猛逼了 他竟然穿透了自己的攻击 但似乎一点伤害都没有 是在侮辱我吗 少女也有点好奇 被击中了没什么事吧 塔姆不谢一顾 只不过虚张声是罢了 Krissan もう一度我一参与 我一参与了 我一参与了 你是我怒惯 那? 我一参与了 你什么名字 我一参与了 我一参与了 你快把我 ter embora 他… 没想到反击来得如此苦 能操控精神的七大最高色的魔力吗 菲迪克说道 塔姆就是很好的例子 绝对不能侵蚀他们 遇到了就要准确且迅速地解决掉他们 与此同时水晶洞穴内 安格缓缓睁开眼睛 耳边似乎响起亚德临终前的话语 你要成为出色的大人哦 然而当看向自己一山步履和身旁的帕西吼 笑死 帕西都猛逼了 突然就挨了个大鼻咚 这时帕西发现掉落在地上的混沌魔杖 但周围似乎不见亚德的身影 见状 高色拿着水晶走了过来 详细情况的话就由他来说明 在得知事情的经过后 帕西一行人也回到村庄 地上留着科尔努诺斯的脚有点碍事 德鲁乔蒙打算把他送给帕西当礼物带友 这个脚能做很珍贵的药材 不过那么大携带也不方便 内西也只能刮一点带走进行研究 在得知事情经过的安格询问高色 亚德是看到你制造出女儿的幻想实现了愿望 所以才放弃杀死帕西和将水晶交了给你就离开了吗 虽然高色表示是真的 但拥有看穿真实能力的安格 也明白高色有一个地方说谎了 见状 高色通过魔力将发生的一切传输给安格 亚德的过往与发生的事情全部涌入安格的脑海中 这一刻 安格再也绷不住了 眼泪止不住地掉落 就这样 帕西一行人也重新踏上前往里昂尼斯的路程 他们身后有着追击的敌人 可惜不能与他们同行 但愿能够平安地抵达里昂尼斯 虽然德鲁乔蒙想让高色保护他们 不过他还是拒绝 只因在他眼里 你们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也让德鲁乔蒙不用担心 你最喜欢的朋友帕西是预言中的末世路四骑士 任何试炼都难不倒他们 不过唯有一点 他们还只是身心尚未成熟的孩子 而且敌人不但实力强大人数众多 还对他们怀有真正的杀意 接下来的路恐怕更加难走 万が一の場合は いや 俺も万が一心配症だな 我在帕西一行人离开没多久 狐狸察觉身后有敌人快速接近 不仅人数多 甚至是连同伴都能毫不犹豫 就干掉的很角色 当他们来到一处庞大的森林面前 映入眼帘的树木 就像无视天地般胡乱生长 帕西愣了一下 难道这就是爷爷所说的错综的森林吗 一旦迷路就再也走不出来的森林 见状 狐狸觉得可以利用错综的森林 将敌人都引诱进去 文言安格也表示赞成狐狸的意见 与此同时 卡梅洛永恒王国内 黑骑士向亚瑟报告 黑暗的户属中有一位被高色给打倒了 不过亚瑟并不太在意 遇到七大罪的成员也是没有办法 剩下的四人正追击默示路四骑士的帕西 即将与对方展开交战 为了防止再次失手 请求亚瑟王让他去看看情况 找亚瑟王新娘的事情 就让希德这种一丝不苟的人去做比较好 文凭此言的亚瑟王也答应他的请求 希望能够为他带来好消息 与此同时错综的森林内 黑暗的户属已经抵达内部 察觉到帕西一行人魔力反应 分散到四个位置 似乎想分开他们的战斗力 感觉就是在做无谓的挣扎 凭他们那群小鬼 随便一人都能一条四 那么就陪他们玩玩 十分钟后带着各自目标手机 回到这里集合 然而他们不会想到 分散的四个位置都是帕西的魔力反应 而他们则在魔力的魔法圈内 只要待在里面 他们的魔力就无法被探测到 这时内希也拿出 用科尔努诺斯的脚制作出来的粉末 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功效 突然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瞬间就把帕西吓傻了 难道是有毒吗 见状内希让他们不用担心 只是没想到他要笑太厉害 有点激动过头 文言帕西也松了一口气 只因内希一激动就会吐袭 就在这时 黑暗的护服其中一位 没想到帕西一行人 直接出现在眼前 原来是中大奖了 那先生 这个高度就不错了 首先是2 那你怎么办 回来 10秒 逃避 谁逃避 帕西没想到 他们合力一击 竟然一点伤害都没有 这就是黑暗的护服 恶使埃尔金的实力吗 在被击中的一瞬间 就躲开了所有攻击 埃尔金嘲讽道 连剑都不会使用的外行人 这真的是预言中的歧视吗 唯有安格的剑术稍微不错 本想全防下来 结果被他伤到了一箭 看你们是想利用诱尔分散我们 再逐一击破对吧 然后为了避免陷入混战 选择将敌人引到狭窄的地方战斗 可惜在我的眼里 不过是在自寻死路罢了 伴随着埃尔金从天而降 明明攻击不大 却使得树根瞬间被切成小块 剑状 唐尼使用吃奶的力气 将周围的树木都稳定下来 这也让埃尔金发现 你的魔力是浮游队吧 刚刚掉下去的二人 也是你就上来的吧 剑状拳头轻轻地碰了一下唐尼 但伤害却异常的高 剑状怕吸想去就唐尼 可惜动作在埃尔金眼里 实在是破绽断出 一记鞭腿狠狠踢向趴西 安格不理解 为什么明明不痛不痒的攻击 却打出那么严重的伤害 内西觉得大概率是 变质型魔力 舒不知用科尔努诺斯的脚 制造出来的粉末 拥有提高摄取者的肉体强度 和硬度效果 轻松地把烈化效果相互抵消 阿西打倒其中一位 黑暗的不服成名后 一行人连忙转移战场 不过令狐狸费解的是 帮同伴疗伤是理所当然的 好不容易才打倒的敌人 为什么要救他 当圣母是没有好下场的 对自己斩路杀意的人 可不能轻易放过 别想着饶敌人一命 他就能改不自信 其实帕西也明白 但内心觉得杀人是不对的 无论对手是什么样的人 都不想杀掉他 见状 内西打断他们说话 以这个速度带着 全员长距离飞行 太消耗魔力了 硬撑下去魔力很快就会耗尽 帕西也明白 但是如果停下的话 就会被追上 即使减速对方 很快就能追上来 话音刚落 身后突然出现 两股魔力急速接近 唐宁回头一看 顿时就傻眼了 马竟然在空中跑 他是会跃步吗 狐狸表示他和科尔米诺斯 一样都是炼狱的生物 亚字王都会把这类炼狱 生物和魔法物品 赐予给他的圣骑士 少女也没想到 埃尔金竟然也亲敌了 菲迪克都说过 即使对手是小孩子 也要使用全力将他们打倒 然而在高速的飞行家上 使用魔力保护同伴 帕西此时的魔力 再也坚持不住 剑状内西连忙上前查看 以他目前的状况 已经没办法继续战斗了 由于科尔努诺斯粉末的副作用 自己的身体也已经精疲力尽 文言帕西也明白 对方目标始终是自己 那就不要对自己的同伴出手 少女不禁地觉得 帕西可真是个勇气可嘉的小朋友 但很可惜 你并没有能与之谈判的筹码 你们的手机 我也要拿下送给亚瑟王 见证安格推开帕西 我们并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当和你一起踏上旅途的时候 早已做好面对死亡的危险 正当安格询问他们的名字的时候 狐狸表示眼前的两人 是黑暗的护服 不死身多罗纳克和迷惑的巴基 巴基愣住了 没想到一只狐狸竟然知道我们的名字 暗杀部队的情报 即使在卡梅洛也少有人知 见证安格顿时拉开战场 打算为帕西争取休息时间 怕西惊呆了 随手一击就将大地劈裂 要是被砍中绝对会被秒杀 见证堂尼使用复空 这样即使拿着斧头也无法砍到人 然而伴随着那颗一声大汗 瞬间凝聚一股庞大的魔力向四周冲击 这时狐狸提醒唐尼 通过刚刚的冲击波 目测他的魔力冲击有效半径是你的一倍 闻言唐尼顿时就慌了 这特么还怎么打 直接等死算了 另一边 巴基使用元素之杖 朝安格释放魔力水柱 自身实力似乎不强 但是元素之杖不断的释放魔法是真的理性 一个接着一个根本无法近身 这时狐狸也提醒安格 巴基的攻击全部来源于手中的魔杖 也就是说他本人并没有攻击魔力 只要想办法破坏他的魔杖就可以了 此时的巴基有点疑惑 为什么一个狐狸会知道那么多事 没想到还能这么晚 剑状安格直接踢飞元素魔杖 然而就算残影再多 在安格的面前都是无处遁形 只因他所拥有一双能看穿真实的眼睛 幻术分身在他眼里毫无意义 另一边 奈克打得非常憋屈 唐尼就像老鼠一样四处逃窜 真男人就应该堂堂正正地干一场 为此内可表示可以不使用魔力欺负他 大成猛开 大成猛 新雌的说明 忘了 最老太 瓶子 何 真 你怎麼會騎打發的啊 我會不會有用的 厲害了 怎麼會使用到現在的 因為衝突出心 只不过短短的交锋 此时的内克浑身滋滋冒血 但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称号 他可是不死身多罗那克 就凭这点伤害根本无法打倒的 果然还是不行吗 自己的漂浮魔力实在是太废材了 殊不知狐狸并不是这样认为 只因魔力的来源是想象力 举个例子 魔力就像黏土一样 可以柔圆也可以灭坊 可以捣碎重组或者建成城堡 一切都来源于自己的想象力 难道你还以为你的魔力 还是只能让物体复空吗 你不过是被愚蠢束缚的思维 那些大货物を石ころと考虑 掴んでくれ 那些大货物があるかよ 石ころを手で掴む お前はその石ころを持ち上げることしかできねえのか 何度やっても同じこと できるぜ 石ころなら 分のげることだってな これが 俺の魔力 お前の魔力は富裕じゃねえ 物を自在に動かし操作 暗殺小隊黑暗的護符全雲集合 威在旦夕之間狐狸也不得不暴露身份 四騎士之一战争騎士 蘭斯洛特强势上限 就在唐尼以为成功打倒那刻的时候 却不曾想身后突然爆发出强烈的魔力反应 在这一刻被誉为不死深大刻的他彻底愤怒 没想到区区几个愣头青能把自己逼成这样 唐尼不屑一顾 既然能打败他一次就能打败他第二次 画音刚落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你们这样还算是顶级暗杀部队黑暗護符的成员吗 画音刚落 男人夺走帕西的长剑并反手给他致命打击 剑撞唐尼立马打掉他手中的长剑 并用念动魔力操控他的身体 打算再次使出之前打倒耐克的招式 然而却没想到对方身体非常敏捷 空中翻滚两圈半 优雅地化解了唐尼的招式 此时承受打击的帕西失去了意识 幸好狐狸绊倒了帕西头盔挡住了伤害 要不然脖子恐怕被砍断了 话虽如此 我们竟然完全没发现他是怎么出现的 随后菲迪克将捡起的石头朝唐尼扔去 瞬间就得知唐尼魔力有效范围 紧接着再一次用石头砸向唐尼 然而这一次却没反应过来直接被击中 只因唐尼的念动无需触碰就能操控物体 但对眼睛捕捉不到的物体根本无法操控 菲迪克看着眼前的两人都有点丢脸 竟然被几个小孩子打成这样 虽然自己对杀这种小孩子没什么兴趣 但也不得不完成亚索王的命运 原本身为暗杀部队应该要快准狠地解决目标 但是现在 我想要让你们彻底明白什么叫做绝望 然后在绝望之中再彻底将你们暴杀 这就是你们让黑暗的护服蒙受屈辱的代价 随着菲迪克的抬手 受伤的埃尔金也出现在他们面前 暗黑的护服全晕集合完毕 紧接着菲迪克拿出骤炎之球砸在地上 伴随着魔力浮现在他们周身 原本受伤的身躯瞬间完全治愈 看到这一幕的三人突然感受到一股绝望 伤痕累累的他们根本不可能打得过对面 加上狐狸曾说过 如果4v4的话胜率基本是零 没想到旅途刚开始就要结束了 虽然没能实现成为药剂师的梦想 但最后能和帕西死在一起也无憾了 文言狐狸不禁地夸奖帕西 沉浸于绝望是没有任何意义 没到最后一刻都不要放弃 你可是预言中末世路的四骑士 在这一刻 大家都回想起旅途中遇到的危机 每次都是在绝望之际 帕西给我们带来希望 怎么能被这点绝望就压垮自己 魔力啊 皆的思想都会给我们的身体 弄到身体 菲迪克不惊觉的 仅仅几句话就能让他们眼中的绝望彻底消失 这就是预言中的末世路的四骑士吗 俗话说得好 擒贼先擒王 剑状狐狸立马让帕西他们都散开 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他们的目标不是帕西 反而是在指挥的狐狸 菲迪克明白 在团体作战的基本法就是擒贼先擒王 虽然帕西是预言中的骑士 但如果没有你的指导 必然不可能活到现在 在玩美丽方体的面前 以帕西的实力根本无法撼动 菲迪克清楚 虽然狐狸看起来似乎是个始末 但他不仅知道黑暗的护肤成员信息 甚至身体的本能在告诉我 在这群人之中你才是最麻烦的 以我的猜测 你应该是里昂尼斯国王的直属始末吧 如果你愿意泄露有利于我们的情报 我不介意可以让你们死得痛快一点 但要是拒绝 我会将你的同伴折磨得生不如死 再送你上幕 狐狸询问 如果告诉你们情报 那么能放过这几个孩子吗 然而菲迪克秒拒绝 毕竟他们身为亚瑟王麾下的圣骑士 需要为王清扫将来的威胁 文言狐狸叹了一口气 原本还想着能够悠闲地再旅游一阵子 看来只能到此为止了 见状菲迪克也明白狐狸的意思 但很可惜你做了最错误的选择 伴随着常见劈下 本应该死在眼前的狐狸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不等他们疑惑 一旁的埃尔金不知何时身中数剑就这么嘎了 健壮 那可非常生气 区区一个野兽竟然敢修了我们 然而所谓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可能说的就是这种人 在完美立方体内释放冲击 瞬间把同伴都炸飞 太小了 你叫什么? 你叫什么? 我... 嘘 你... 是谁? 兰斯洛特 菲迪克想了两秒半,印象中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正常来说如此牛逼的骑士在卡梅洛应该有相关传闻 这番话逼得拉满了,菲迪克也明白并没有虚张声势 他的魔力似乎是变身,能够自由地变成狐狸,这样一来就很难瞄准目标攻击 但菲迪克不清楚,兰斯洛特的武器是来源于秒杀埃尔金的弓箭,还是轻易击杀麦克的拳头 想要打败他唯一的办法只有在他发起攻击前率先杀掉他 已经可以了吗? 我再会被一切与我杀剩下的团队 不然是什么? 兵士! 这魔力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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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确定 并且把柔强丟断的力量是严重的力量 帕西都看呆了 菲迪克怎么都没想到 被称为迅雷的他竟然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见状兰斯洛特询问他 在你的同伴里面 有戴新型面具的人吗 菲迪克愣了一下 也不清楚兰斯洛特在说什么 见状兰斯洛特继续询问 你知道巨人族的名将达布兹现在在哪吗 见状 菲迪克立马抛出骤炎之球 当砸向地面后完美立方体强之解除 他对自己的逃跑速度非常有自信 紧接着呼唤自己的做起 对于强大的敌人出现 要尽快赶回卡梅洛报告给亚斯王才行 届时兰斯洛特的名字将会在卡梅洛上人尽皆知 并和末世路四骑士一样成为追杀目标 然而他似乎忘记兰斯洛特的一句话 和他战斗过的人都没法活着回去 什么े人在新体现场 欧盛时等 暨相当 暗 暗 暗 project 暗 与此同时永恒王国内 伴随黑暗的护府全员死亡 亚瑟手中的护府也随之破裂 没想到这么快就嘎了 如果继续放任他们成长 恐怕真的会变成大麻烦 另一边 一行人看到兰斯洛特施展的招式 就和之前在西斯塔纳 消灭怪物的招式一模一样 安格心想 虽然是敌人 但他竟然毫不犹豫就杀光了所有人 殊不知他们内心所想的事情 兰斯洛特全部听到 但唯有帕西的不一样 所有人都在害怕他 只有帕西是真的在担心他 担心和爷爷那次一样 眼睁睁地看着心死在眼前 见状 兰斯洛特把武器还给唐弩 并表示等回到王国后再赔一个给他 下一秒匕首瞬间破裂 殊不知没有任何武器 能够承受兰斯洛特的一击而不粉碎 突然安格质问兰斯洛特 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为什么要变成狐狸接近我们 文言兰斯洛特也向他解释 他是里奥尼斯国王派来的 一共有两个目的 一是找到一名牧师鹿的四骑士 和他成为同伴将其带回王国 二是在此期间会负责领路和照看他们 不到危急时刻都不会出手帮助 变成狐狸的模样也是为了看清楚 作为预言中的骑士和其同伴 是否拥有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坚持的毅力 狐狸的模样也是为了隐藏身份 毕竟不能让敌人发现自身的存在 紧接着将几人买好后并洒下种子 这样即使他们死了 也能作为这座森林的生命活下去 就在这时 感受到暗黑的护肤魔力全部消失后 贝勒加德快马加鞭的朝帕吸起来 贝勒加德此次前来打算 看看帕吸成长多少 然而一旁的兰斯洛特走了过来 表示没功夫陪他玩 紧接着拿出骤炎之球 帕吸怎么都没想到 眼前和他一样矮的人 竟然是里昂尼斯的国王 就在刚刚 兰斯洛特使用骤炎之球 一行人瞬间来到里昂尼斯 如此繁华的街道惊呆了众人 犹如乡下人进城一般 甚至街上随处可见的圣骑士 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房子 帕吸的CPU差点都被烧了 很快众人来到王宫前 兰斯洛特表示 凤王的命令带他去面见国王 然而门卫正想说 陛下溜出去玩的时候却被打断 表示陛下正在城里巡视 兰斯洛特的无语了 很显然非常明白国王的个性 现在只好找个地方消磨时间 然而回头一看 帕吸此时不知道跑哪去了 与此同时帕吸走在大街上 没想到王国这么大 不小心就迷路了 下一秒 没看路的他不小心 把亨德里克给撞到了 这一撞差点没把腰给闪了 过意不去的帕吸 看向一旁的物品 打算帮他搬到朱茂子亭 然而好巧不巧 梅丽恰好看到帕吸手中 亨德里克是药院的东西 也在他口中得知事情经过 在交谈中 帕吸也得知朱茂子亭是一间酒馆 因为时间到了 还没看到亨德里克 所以出来看看 紧接着梅丽好奇地询问 帕吸身后背着的是什么东西 文言帕吸解释 这是长按之关的碎片 听说如果及其所有碎片 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所以他和同伴在坏人手中 把他抢回来 转眼间 两人很快就来到朱茂子亭 取这个店名是以前 他是开在一头大猪头上 帕吸有点猛逼 还能有头顶门开店的大猪 更没想到明明和他一样是的孩子 却已经是酒馆的店主 当把东西放好后 肚子传来咕噜噜的声音 才想起从今天早上 开始都没吃东西 见状 梅丽毫不犹豫 请帕西吃猪帽子亭 特制布丁饼 也是为了感谢帕西的帮忙 笑死 当他再次醒来后 已经躺在了床上 只不过吃个布丁 差点就拔在店里 没力看向帕西的头盔和斗篷 以及龙形的凶针 没想到瓦基斯的孙子 竟然是墨士路的四骑士之一 文言帕西有点惊讶 没想到眼前的小屁 还不仅认识自己的爷爷 甚至还知道墨士路的四骑士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Eliodas 文言帕西询问 你真的是国王吗 派人带我来到这里的人也是你吗 为什么要叫我来里昂尼斯 墨士路的四骑士究竟是什么 我会毁灭世界的预言是真的吗 还有卡美洛的亚瑟王 究竟是怎么样的人 为什么自己的爷爷非死不可 文言没力沉默了一回 没想到瓦基斯已经死了 紧接着说等人其后再向他解释 至于现在先陪他散散步 路上为帕西一介绍 眼前的是亨德里克施药院 无论得了什么病 去到那就能要到病处 打开门的两人名叫亨德里克和德雷福斯 以前两人都是圣骑士长 紧接着又来到打铁铺 也是现任圣骑士豪泽尔的老家 街上无论何处大家都充满洋溢的笑容 甚至巨人族和精灵族都在这里一起生活 自从圣战之后 这些种族就因为战友的交情有了来往 虽然居住的人不多 但相处得非常友好 帕西有点好奇 没有魔神族吗 文言没力愣了一下 那里的魔神族都非常友善 甚至用魔神语表示自己还交到了好朋友 他觉得国王肯定听不懂魔神语 但没想到的是国王不仅会说 甚至还说得非常流利 很快两人来到里昂尼斯高处 这里的景色非常漂亮 连周边的小镇和村庄都能看到 帕西不禁觉得 在这里随便走走便能感觉到 住在里昂尼斯和周围的城镇的人 一定过得很幸福吧 在刚刚 团长梅丽请求帕西拯救这个国家 和人民 只因末世路的四骑士 是被选招来拯救这个世界的孩子 但帕西并不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 如果没有兰斯洛特和同伴的帮忙 自己甚至都无法来到这里 而且兰斯洛特曾经说过 预言中的骑士 是会以四种灾恶毁灭世界的骑士 这不就和拯救世界互相矛盾了吗 梅丽都无语了 他就知道以兰斯洛特的恶趣味 肯定不会把关键信息告诉帕西 梅丽表示 等末世路的四骑士全员荡棋 到时候会好好向你解释一下 你这个问题 就在这时天空传来一道声音 士兵前来报告 王子殿下旅行回来了 也将预言中的骑士带了回来 只不过中途出现了小小的意外 也就在这时 帕西发现不远处闪闪发亮 好奇的他连忙跑过去看看 等梅丽回过神的时候 那么大个人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见状 少女让帕西脱掉衣服 只因他要将帕西变成太监 文言帕西惊呆了 也就在这时 少女伊索小队成员 看着天上闪烁的光芒来到这里 忽然发现伊索正追着个小孩子走 正想阻止他的时候 一旁男人发现帕西身后的碎片 是被卡美洛索夺走的长暗之关碎片 那就证明眼前的小孩 肯定是亚瑟麾下的混沌骑士 见状二人瞬间拦住帕西逃跑的路线 并表示他们是里昂尼斯圣骑士杰德和凯奥 身为亚瑟王麾下的爪牙 请你再次付诸吧 文言伊索欺诈了 没想到自己竟然被敌人给羞辱了 见状帕西连忙表示自己不是敌人 文言看着不像好人的凯奥表示 可以让帕西进行狡辩 但就在他说话的时候 悄悄地利用风精灵剥夺帕西周围的空气 导致他无法说话 眼看成功 凯奥表示看来他已经放弃编造谎言了 话音刚落 一锁的大锤朝帕西砸去 千军一发之际即是躲开 他想亲自将帕西给解决掉 但杰德觉得最好先抓回去问问他 然而凯奥却想直接将帕西就地正法 眼看对方叙事待发 帕西连忙拿起手中的碎片 解释是和他们一伙的 碎片是从坏人手中抢回来的 但很可惜 帕西的声音被封住 只见嘴巴再动却毫无声音发出 所以在伊索的眼中 帕西似乎想拔剑进行反抗 虽然杰德在一旁不断地劝阻 但凯奥却一直火上加油 发生的爆炸瞬间引起了无数人的注意 眼看是圣骑士战斗联盟让大家去避难 但凯奥不屑一顾 只要在其他圣骑士到达前解决掉他就好了 凯奥也没想到 眼前的小不点竟然这么顽强 在风精灵夺走了他的声音和空气的状态下 竟然还能保持意识清醒 这是伊索再次挥动大锤杂向帕西 见状 帕西连忙召唤精灵抵挡 并吸收他的魔力攻击 好巧不巧的是头上的风精灵也被吸收了 这一刻帕西也终于能够呼吸空气和发出声音 伊索不敢置信 帕西竟然能够把自己的魔力给吸收了 眼看能够说话 帕西连忙表示你们别太过分了 他又没做什么坏事 他可是被里昂尼斯的国王叫来这里的 然而话还没说完 周围瞬间变得一片漆黑 看到伊索受伤 杰德也瞬间愤怒起来 被剥夺视野的帕西只能听见脚步声缓缓地接近 胡乱挥剑让他离自己远点 就在杰德准备教训帕西的时候 巷子中突然飞出一个木桶 唐尼都无语了 在街上听到骚乱声赶过来看看 没想到又被卷进麻烦的事情当中 虽然帕西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但黑暗中却无法看到他们在哪 见状一旁的伊索表示 既然你是那家伙的同伴 那你们可真够倒霉的 遇到我们特里斯坦小队 那么就一起下地狱去忏悔了 见状凯奥再次互换风精灵 伴随着水晶中风魔法的浮现 周围的空气瞬间全波被剥夺 不仅无法呼吸甚至无法说话 陷入黑化中的帕西浑身散发出死亡的气息 只不过轻轻触碰凯奥的手臂 净使得手臂瞬间失去了生命力 仿佛就像被吸血鬼夺走的生机一样 就在刚刚正当帕西陷入黑化之时 特里斯坦突然出现 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要对小孩子动手 见状凯奥连忙表示 眼前这些人是亚瑟王麾下的混沌骑士 特里斯坦愣了一下 怎么看都不像混沌骑士 看着那些一张一盒的嘴 瞬间察觉凯奥私自对他们使用风精灵 并让他立刻解除状态 虽然凯奥似乎有点不爽 但还是乖乖解除风精灵 也在这一刻三人终于呼吸到新鲜空气 看着三人的惨状 特里斯坦不禁觉得他们做的实在太过分了 文言一锁连忙表示 他们可是抢夺长岸之关碎片的敌人 特里斯坦无语了 前几天他就收到龙形残片 已被我方的人夺了回来 难道你们没收到消息吗 然而此时凯奥还在挑衅帕西 没能收拾掉你真是可惜 没想到你运气还挺好的 殊不知此时的帕西毫无意识 脑海中不断地浮现重要的人 一个个从他身边离去 最开始的爷爷 轮到现在最重要的伙伴 此时的他愤怒到了极点 此时凯奥的手臂仿佛变得像木乃伊一样 见状一锁让杰德解除帕西头上的黑暗 然而下一秒 帕西瞬间抓住杰德脖子 危机时刻特里斯坦及时踢飞帕西 突然帕西猛然朝特里斯坦冲撞 剑撞 稳住身体的特里斯坦抽出双剑 避击封尘绝念斩朝帕西斩去 并闪烁到他的后方 被击中的帕西直直地坠落倒地 但区区致命伤对他来说根本不足挂齿 剑撞一锁想上前帮忙 海奥也表示快点杀掉他 虽然特里斯坦也不想增加无谓的牺牲 但要拿下帕西怕是没那么简单 就在这时 安格扶着受伤的手臂走到帕西身旁 就算他们身受重伤 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让他们伤害帕西 见状特里斯坦让他们快点离开 现在的他状态很不正常 但安格觉得 无论帕西变得怎么样 他始终都是我们的希望 也绝对不会留下他一个人 然而帕西似乎感受到他们的气息 粗暴凶残的魔力波动也平息下来 这一幕让特里斯坦有点不感知心 唐尼非常生气地指着他们 就这也配成为里昂尼斯的圣骑士吗 不凭解释上来就动手 他可是国王叫来的末世路斯骑士之一 文言特里斯坦让杰德把他头上的黑暗魔力解除 随着笼罩自身的黑暗消失 帕西也缓缓睁开了眼睛 当看到三人还活着之时 小珍珠止不住地掉落 一阵煽情后 严重的伤势也使得他们无力支撑 见状帕西打算使用魔力精灵帮他们治愈 却发现自身的魔力怎么都使不出来 也想起他的魔力是希望 没有大家的支持 他就无法使用魔力 就在这时特里斯坦走了上来 对着受伤的三人使用治愈之心 仅仅两秒半的时间 伤口就完全治愈 醒来的安格有点不敢相信 疼痛和伤口瞬间就消失了 四人四连猛逼 这有什么好笑的 见状 杰德请求特里斯坦也帮凯奥治疗一下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就连治愈之心也无法让手臂恢复 似乎是疾病或者是阻挡 仿佛就像是被吸血鬼夺走的生机一样 这种程度只能找母亲或亨德里克才能处理 对此失去意识的帕西完全不知道是自己所做 文言安格和唐尼有点生气 明明是自己不分青红皂白就攻击人 落得此下场也是活该 然而帕西走上前抓住他的手臂 伴随着魔力的发动 已然失去生机的手臂一刹那的恢复如初 众人都惊呆了 连特里斯坦的女神之力都无法恢复 帕西仅仅一瞬间就让他恢复生机 虽然帕西也不知道怎么做到了 可能是自己干的才能治疗吧 见状特里斯坦也让凯奥好好地向他们道谢和道歉 毕竟是你先动的手 闻听此言的凯奥也向帕西当写 也是自己误会所造成的错误 唐尼都无语了 他们差点就答掉了 一句误会就想把所有错误翻篇吗 然而帕西一脸天真的信以为真 特里斯坦也有点疑惑 只因凯奥属于谨慎型风格 读过预言之师的人都知道四骑士的特征 发型如鸟一般草绿色头发的少年 这不是一目两然吗 更重要的是 长按之关的碎片已被我方夺回的报告 你们应该也知道消息才对 前几天高色也联系了父亲 因为他刚好不在 所以就将此事告诉了凯奥 见状结德想听听凯奥如何解释 只见凯奥一脸歉意说道 刚刚一时慌乱不小心忘记了 只因一所面目争鸣地追着帕西锤 我还以为他是卡梅罗派来的刺客呢 殊不知在能看穿谎言的安格面前 很显然凯奥对此有所隐瞒 特里斯坦也有点好奇 询问一所为什么追他 斯洛特怎么都没想到 眼前的女孩竟然是他未来的新娘 甚至被夺走了自己的初吻 两分半前 误会解除后 特里斯坦也重新向帕西自我介绍 他也是默示录四骑士之一 文言几人都惊呆了 里昂尼斯的王子竟然也是预言中的骑士 加上他所带回来的人 预言中的四骑士也忠于极其 不过帕西有点疑惑 就算加上特里斯坦带回来的人 这不才三个吗 文言特里斯坦不禁地笑了出来 难道忘了把你带来里昂尼斯的那家伙吗 话音刚落 兰斯洛特刚好走了过来 没想到大家都在这里 正好有事情要找特里斯坦 只因听说他带回来的第四人逃跑了 特里斯坦都要裂坛了 为什么自己带回来的人会逃跑 兰斯洛特也不清楚 国王派他来通知各位帮忙找人 总之现在要趁那家伙离开王国前抓住他 目前他们正在承包北面 所以逃跑的话也只能往东西南门逃 特里斯坦队负责西门方向 帕西队负责东门方向 而他自己则单独去南门 也让特里斯坦共享一下第四人的情报 不然也没办法找到他 见状特里斯坦表示 第四人名叫高文 身穿点缀了金色纯白的全身盔甲 是一名高大的骑士 比较好确认的是 他的魔力是金色的 其实他也想知道 不过在旅途中高文从来没脱下过铠甲 知道他信息非常少 兰斯洛特不禁觉得特里斯坦真废材 但透过心声 也知道他对此有所隐瞒 闻言特里斯坦瞬间慌张起来 表示知道的全说了 但对着兰斯洛特的嘴脸 就明白又偷偷读自己的心声了 没办法的他无奈地说道 第三个骑士高文 是我们的宿迪亚瑟王的血清 闻听此言的众人瞬间压去无声 他也明白如果说出来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才不想现在就说出来 兰斯洛特觉得 不过唐宁疑惑 敌人的血清竟然是预言中的骑士 这合理吗 安格也觉得 如果将敌人血清当成同伴 某天会不会遭受辈刺 但帕西并不这样认为 虽然他父亲也是亚瑟王的部下 但他还是想做非父亲和亚瑟王 证明自己的孝心 不过身为预言中的骑士 也没必要一来到就逃跑吧 那些也有点心累 好不容易才来到里昂尼斯 却连喘口气的功夫 都没有就遇到各种事情 整个人感觉都有点疲惫 但话说回来 当时帕西那不可思议的变化 再加上狂暴的魔力和那语言究竟是什么 文言帕西沉默了一下 刚刚他以为大家全都死了 然后大脑就变得一片空白 也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和说过什么 但和上次差点就输给父亲是一样 最后关头也是你们把我拉了回来 所以他真的非常开心 有你们在身边感到非常幸福 文言三人老脸一红 话说回来 没想到兰斯洛特和特里斯坦王子竟然是朋友 对王子说话的态度还这么嚣张 不过唯一要注意的是特里斯坦队的凯奥 只因在他解释时隐藏了非常大的谎言 明明一开始就知道帕西是预言中的骑士 但还是选择对他痛下杀手 当然以帕西的CPU来说 根本不知道安格在说什么 既然兰斯洛特安排了任务 那么我们帕西小队一定要先找到高文 与此同时 梅丽找到前国王巴尔托拉 听士兵说他整个人变得十分憔悴 似乎又梦到了新的狱之梦 末世路的四骑士新的狱照 梅丽愣了一下 看巴尔托拉的模样 似乎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与此同时 兰斯洛特坐在高墙上 不断地听着周围的新生寻找高文的下落 但可惜并没有什么有用的情报 就在这时 身后小女还询问兰斯洛特在做什么 临着于小心打猫哦 这一刻兰斯洛特愣住了 难道你也能读取新生吗 少女表示他并没有独心的力量 只要你只知道什么 兰斯洛特 这不是 你爱人啊 之路四骑士最新一化炸裂来袭 预言中的四骑士终于集合 他们将会毁灭亚瑟王建立的永恒王国 就在刚刚 兰斯洛特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静会被小女孩抢吻 身为小女孩怎么那么调皮 被推胎的少女不禁地笑了出来 虽然她现在还是个孩子 不过等你二十岁的时候 她也十六岁了 并询问兰斯洛特有什么感想 这可是我们的初吻 兰斯洛特都无语了 但嘴硬的她表示和小妹妹不同 接吻的事情早体验不知多少次了 却不料少女表示 亲吻师父的额头并不算接吻 文言兰斯洛特瞬间实话 怀疑眼前的少女肯定会独心术 不过少女依然否认 她并没有独心能力 只因这些事情都是听你本人说的 还有你父亲说话的特征 和师父在湖中的体验等等 文言兰斯洛特警惕起来 有点好奇他究竟是什么人 师父的事他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 甚至今天也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与此同时大街上 凯奥好奇真的有必要找什么 默示录的四骑士吗 杰德愣了一下 如果说这话不就代表着 不相信前国王的预言吗 凯奥连忙表示不是这个意思 只不过兰斯洛特也好 帕西也好 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香巴老 竟然是预言中的骑士 克里斯坦表示 兰斯洛特无论实力意或者经验 都要远胜于自己 想必帕西肯定也很厉害 毕竟连他是什么人都不清楚 但他显然还隐藏着什么未知的力量 总之现在先专心找到高文 也就在这时凯奥发现高文的身影 在特里斯坦没留意的时候 悄悄溜走 等发现的时候凯奥已经不见了 与此同时 帕西一行人也在寻找高文的身影 虽说大街上有着非常多圣骑士 但怎么都没看到金色魔力的特征 突然 不远处浮现出一股强大的杀意 众人顿时毛骨悚然 另一边加兰和梅拉斯丘拉 也来到了里昂尼斯 也就在这时 还要隐瞒特里斯坦 独自找到高文 只因他根本不相信什么预言骑士 他只相信自己和自己相信的事 紧接着召唤风精灵和土精灵 打算将其灭杀在这里 伴随着土精灵控制着他 使得无法动弹 再加上风精灵剥夺周围的空气 便能让他悄无声息地死去 自顾自地对他说 行动要做最好最坏的打算才行 但对于你来说 遇到我就是最坏的情况 真是可怜的圣骑士 即使你死在这里 也不会有任何人会为你难过 真没想到身为预言中的骑士 也就这点实力 这样的话倒不如 我更合适做预言的骑士呢 凯奥怎么都没想到 特里斯坦竟然找到了这里 殊不知在分开行动的时候 怕欺小队的安格悄悄地和他说过 你的行为明显不合常理 看来很遗憾 安格所说的忠告是正确的 让凯奥立马解除法术 凯奥有点不爽 但还是解除了风精灵 同时特里斯坦 使用治愈之心 治愈眼前的圣骑士 笑死 三人都猛逼了 其实是他在散步时 偶然发现这件被丢弃的盔甲 眼看如此帅气 一时没忍住就穿在身上 与此同时 圣骑士找到释放杀气的猛男 他是西门警备 统侠红玉圣骑士北利欧 询问眼前的猛男 莱里昂尼斯的目的 现在他们忙于警戒敌对势力 可疑人员必须配合接受调查了 虽然周围民众可能感觉不到 但你身上的杀气已经暴露出来 殊不知暴露杀气也是他故意的 只因这是为了吸引强者到来的最好方法 让我看看你水平如何 接着猛男再次挥向贝利欧 见状贝利欧连忙躲避 如果被他拳头触碰到的东西 将会染上他的魔力 也察觉到对方 似乎把这场战斗当作娱乐 拥有如此实力的人 必定是某处有名的圣骑士 也询问他到底从哪过来的 猛男沉思了一回 如果我说出来的话 那么这次娱乐将会变成厮杀 即便如此你也想知道吗 也就在这时 怕吸引行人通过魔力来源找到这里 眼前的人就是预言骑士高文吧 只是没想到第四人 竟然是个肌肉猛男 就在刚刚 贝勒加德不惜千里迢迢从错综森林追到里安尼斯 只为了寻找帕西身影 不知情的贝利欧让帕西离开 毕竟这不是小孩子能够参与的事情 却没想到被贝勒加德阻止 表示他要找的人正是眼前的少年 默示录的四骑士之一帕西 文言贝利欧一惊 没想到眼前的小孩子竟然是预言中的骑士 那就证明贝勒加德的身份更加可疑 只因普通百姓根本不知道预言中的骑士 见状唐尼连忙护驻帕西 表示他是追捕帕西的卡梅洛骑士 文言贝利欧再次一惊 竟然是混沌骑士 这也难怪一来到就释放出庞大的杀气 电状士兵们连忙指挥民众逃离现场 不小心被波及到可能会死亡 帕西也想上前帮忙 但却被贝利欧阻止 他也明白帕西的好 但保护预言的骑士也是我们圣骑士的职责 就在双方大战准备一处急发之时 不远处高楼上 一道强壮的身影缓缓走了出来 看向一旁似乎经历了失恋症痛哭流涕的伊索 此时的他仿佛只剩下一句空壳 和特里斯坦做完最后的告别后 已经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和价值 伊索非常明白 像他这种身高两米只会抡大锤的女人 根本配不上心目中的那位大人 身后的盟女轻轻叹了口气说道 真羡慕那位大人啊 竟然能被你这样出色的女性如此轻易 在我眼里 你可是十分娇小可爱哦 请忘掉那个对身高借怀的心胸狭窄的男人吧 文言伊索一惊 连忙表示他可不是那种失恋了就找人安慰的轻服女人 他的身心可是属于那位大人的 也就在这时 伊索看到一大群民众疯狂逃窜 不远处圣骑士已抡起大锤攻向贝勒加德 并时不时穿插远处攻击进行偷袭 但还是太小看贝勒加德的实力了 见状贝利欧上前朝他会见 明明攻击已经落空了 但大腿近凭空受到伤害 不过这点小伤他并不放在眼里 正打算先压制贝利欧的时候 真体仿佛不受意识的控制 明明想挥起武器 结果却把他扔到地上 眼看贝勒加德失去反抗能力 贝利欧立马指挥手下先抓住他 却不料以贝勒加德为中心爆发出强烈的火焰 城里发生的爆炸瞬间引起了圣骑士的注意 同时强大的魔力反应也引起团长的注意 在爆炸的一瞬间 帕西及时用魔力保护着众人 铲除邪恶辅助弱小 是他爷爷一直教导他所做的事 文言贝勒加德说道 原来在你眼里 我看起来属于邪恶的阵营了 帕西表示 其实我并不讨厌你 但是你既然是父亲和亚瑟王的同伴 那你就是我的敌人 不讨厌吗 听到帕西所说的话真让人开心 既然这样 那也只好强行用武力将你带走了 我心爱的小徒弟 但帕西肯定不会乖乖地束手就停 在旅途中自己也成长不少 再也不是当时弱小的他了 但帕西似乎忘记 他的火焰可是能一直追踪目标 直至将对手烧成灰烬 无论怎么攻击 都只会让火焰的数量越来越多 安格正想上前帮忙 却发现原本四处袭击帕西的火焰 都被他的魔力精灵全部吸收 既然无法砍掉 那只好把火焰全部吞了 文言贝勒加德气炸 竟敢把我的火焰说成小学生亡 周深瞬间散发出强大的火焰 但一瞬间就被高文庞大的魔力给弹飞 贝勒加德不敢置信 他的热量竟然能把自身火焰给吹飞 看着散发金色光芒的魔力 那可能是高文没错了 连忙询问不是让你待在城堡吗 怎么到处乱跑 高文微微一笑 虽然很抱歉 但我不喜欢听命于人 文言特里斯坦像这受气的小媳妇似的 帕西也没想到第四人竟然是个妹子 不过眼下发生了什么 眼前的黑骑士浑身散发着杀气 见状帕西表示 他是亚瑟王归下的圣骑士 文听此言的特里斯坦非常分明 贝勒加德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不过来寻找帕西 竟能见到所有预言中的四骑士 见状兰斯洛特表示 如果要逃的话就趁现在吧 然而特里斯坦有点无语 眼前的人身为混沌骑士 怎么能把他放跑 必须抓住他让他做俘虏 话虽然如此 不过兰斯洛特觉得没什么必要 只因眼前的黑骑士虽然周身散发着杀气 但却没有任何杀意 文言特里斯坦顿时汗流加倍 就在这时帕西走向贝勒加德 虽然他属于敌对阵容 但自己并不想和他战斗 只因他明白贝勒加德 并不像父亲和亚瑟王那般讨人烟 虽然你可能会笑好我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你并不是坏人 文言贝勒加德瞬间明白 你是想让我和君主断绝关系 然后成为你的同伴吗 虽然很有趣但很抱歉 我并不能答应你 紧接着趁众人没反应过来 使抓着帕西 见状特里斯坦连忙追上去 却不曾想贝勒加德竟抛出骤炎之球 发动的一刹那形成一道完美立方体 顿时都把他们困在其中 帕西非常生气地说道 你竟然骗我 明明有一瞬间表现出了认同的态度 转眼间又把我抓走 文言贝勒加德不禁地笑了出来 他也彻底明白帕西究竟有多么天真 但同时他也非常喜欢帕西这一点 另一边众人被困在完美立方体内毫无办法 毕竟这玩意无法用蓝力将其破坏 再这样下去 帕西就被带回永恒王国了 也好奇为什么兰斯洛特刚刚不直接攻击他 兰斯洛特表示他的魔力容易误伤帕西 贝利欧想着回去找人帮忙 却没想到高文只不过敲几下 紧接着一阵涌唱过后 完美立方体就这样被解除了 众人都惊呆了 虽然特里斯坦有点好奇怎么做到的 但眼下重要的是先追上帕西他们 与此同时特里斯坦也追上贝勒加德 紧接着前方突然出现庞大的魔力反应 就在高文打算连同帕西一起攻击的时候 贝勒加德及时将帕西推开 自己硬生生的当面吃下高文的斩击 胸口顿时鲜血四箭 见状高文正想给他最后一击 贝勒加德也没想到 他明明身为敌对势力 为什么还要救他呢 文言帕西反问道 那为什么刚才要保护而受伤呢 贝勒加德沉默了一会 我保护我欣赏的孩子有什么问题吗 也就在这时高文朝他们方向袭来 刚刚帕西给他的一拳让他勃然大怒 千军一发之际特里斯坦及时赶到 让双方都到此为止 高文表示让他别妨碍自己 你手中的小不点可是攻击了正要讨伐敌人的我呀 特里斯坦并没有相信高文的话 只因他知道刚刚高文是想把帕西和混沌骑士一起斩杀 高文也没想到被发现了 但那又如何 敢侮辱我的人都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特里斯坦表示身为预言中的骑士 同伴之间互相伤害是不对的 文言高文非常不爽 竟然把自己和那若鸡相提并论 这对于他只能说是屈辱 同伴什么的 只有弱者才会做那种抱团的行为 想要让我乖乖听话 那么只有比我强大的人才能命令我 但很可惜 对于完美无缺的我来说 这种人根本不存在 如果有意见的话就用实力说话吧 难道你腰间的剑指是摆什么 尸路四骑士最新一化究竟有多高能 原本被自身的戒律杀死的加兰 竟接受了亚瑟王赋予的力量 利用混沌赋予的生命力量重生 发誓要向给他们带来屈辱的人类复仇 同时杀死七大罪和毁灭预言中的四骑士 就在刚刚 贝勒加德强忍伤势准备和高文战斗 毕竟这样的话也不算他一大欺小 然而文听此言的高文气炸了 瞬间开启超赛模式 仿佛眼前的黑骑士从头到尾都看不起自己 既然想要找死 那我就好心送你上路 周身散发出强大的热量 瞬间把帕戏给弹飞 殊不知贝勒加德完美地将高文攻击泄令 只因高文的攻击乍看之下拥有十分强悍的威力和速度 但同时太过于单调 空有一身魔力和力量却毫无战斗技巧 不禁地感到无趣 贝勒加德嘲笑道 就这样还敢说自己是完美无缺的人 真是笑死人了 拥有庞大的力量却无法得心应数的利用 反而成为了被力量支配的傀儡 你该庆幸现在的对手是我 如果是别人的话 你已经死了 想要多活几年 就要认清楚自己是个乳秀未干的小丫头 再好好努力锻炼吧 文听此言的高文恼羞成怒 这辈子都没受到过这般屈辱 帕西指责贝勒加德 你居然把女孩子给梦哭了 文言贝勒加德都要裂坎了 面对不讲理的女孩子 还是三十六计走位上级 并询问特里斯坦想要替他继续战斗吗 特里斯坦直接拒绝 他是不会和身负重伤的人战斗 虽然你是敌人 但你还是救了我的同伴对我们有恩 不过下次就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你了 见状贝勒加德直接召唤圆盾离开 贝勒加德也没想到 临走时帕西还贴心的为他治愈伤口 与此同时高文哭的那是一个伤心 如果那家伙不反击的话 他就不会输 肯定是耍诈了 帕西都无语了 不过是输了一次而已 就哭成这样了 然而高文一拳捶了过去 自己爷爷奶奶都说过 他可是全世界最强的 与此同时城镇内 兰斯洛特也感应到贝勒加德的魔力反应越来越小了 而帕西也和特里斯坦还有高文在一起 那就代表着贝勒加德已经离开了里昂尼斯 也就在这时 兰斯洛特突然察觉有股奇怪的魔力 似乎发现了什么 表示他先行一步 让他们等帕西回来后再一起过来 另一边巷子内 两个全身披着外套的人被一群圣骑士给包围住 只因收到报告出现可疑二人组 希望老师配合调查脱掉外套 否则的话可能会强行动用武力 剑庄绿帽对身旁的同伴说道 里昂尼斯的圣骑士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很多人 千万不要答应 粉猫不屑一顾 区区人类还敢这样对我说话 要小心的人是你 你知道目标在哪里吗 绿帽表示 他可是比卡梅罗的所有人都熟悉里昂尼斯了 红一时刻 亨德里克立马察觉到这股魔力波动 这不祥的魔力仿佛就是十六年前的十剑魔力 德雷福斯也不敢置信 十剑他们不是被七大罪打倒了吗 团长也察觉到这两股魔力的人 其中还混杂着混沌之力 没想到亚瑟竟然会复活他们 在刚刚亚瑟王利用混沌的力量 将高位魔神卓加兰和梅拉斯丘拉复活 他们身为魔神王精锐部队十届的成员 曾经一度给卡梅罗造成巨大的伤害 如今却成为亚瑟王的棋子 为他们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赎罪 目的是让他们牺牲自己为人类而战斗 与此同时 圣骑士看着眼前自称混沌使徒的两人不敢置信 在十六年前胜战后从未有过如此强大的敌人 如果不解决掉他们 那么梅拉尼斯可能会惨犯毁灭 但怎么都没想到 几人的权力攻击都无法对他们造成伤害 紧紧随手一击 梅拉尼斯瞬间被劈成两半 面对如此强大的攻击 加兰表示他一个人类都没杀死 他只杀七大罪和末世路的四骑士 还有他们手下的圣骑士以及其他种族的人 话音刚落 眼前的圣骑士脸上出现一条线痕 在众人的震惊当中滋滋冒险 紧接着梅拉斯丘拉使用明暗之牢 将剩余的圣骑士一网打尽 战斗结束后加兰好奇地询问 他发现自身的记忆朦朦胧胧胧 对于之前所做的事情全部记不起来 文言梅拉斯丘拉回想起 在记忆中指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败给了七大罪 文言加兰也回想起 十六年前的圣战中 不自量力地挑战埃斯卡诺 然后被自身戒律给石化了 梅拉斯丘拉当时不仅被搬折磨 甚至被伊丽莎白夺走了力量 他发誓一定要亲手送他们进地狱 否则难解心头之恨 与此同时城堡内 吉尔桑达和团长也察觉到 这两股不祥的魔力 而且其中还混杂着混沌之力 想必是亚瑟王让他们复活 吉尔桑达觉得亚瑟王复活他们的目的 可能是想制造袭击的假象 再没有特意攻击城堡来表现 似乎是想救出以前关押的俘虏 团长表示就算夺走了俘虏 感觉也不会对战局有什么影响 团长仔细一想似乎发现 他们目前能与卡梅洛对峙中占据主动权 完全都是因为前国王巴尔托拉 如果敌人的目标是巴尔托拉的千里眼 那么里昂尼斯将会失去一大助力 见状团长表示他去保护巴尔托拉 也不用担心城镇内的敌人 他在招攻快的五八童城上 招了四名实力强大的圣骑士 他们将会负责对付城内的敌人 另一边城镇外 特里斯坦感受到城内散发出 强大魔神族的魔力 充斥着大量邪恶以及不祥的感觉 文言高文双手止不住地颤抖 帕西以为高文在害怕紧紧握住他的手 就算害怕也没关系 因为自己也很害怕 文言高文不禁地笑了出来 他并不是害怕 而是兴奋地颤抖 紧接着手臂搭在特里斯坦的肩膀上 既然发现有趣的事情不去看 岂不是对不起自己 与此同时 热身完毕的加兰准备在七大罪现身前 好好的大闹一番 如果出现后发现 李安妮斯毁灭了的话 不知道会有什么感想的 话音刚落 眼前突然出现一道漩涡 高文使用瞬间一动来到他们眼前 加兰都猛逼了 这几个人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了 此同时 天空中一只大眼使魔将战斗情况传送回永恒王国 迎战加兰的并不是七大罪 而是三位少年和一位少女 文言亚瑟王不禁地愣了一下 没想到最后还是被他们拒齐了默示录的四骑士 使魔好奇 那几个小孩真的是能毁灭卡梅罗的预言骑士吗 然而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 亚瑟王怎么都没想到 虽然之前也不是没有怀疑过 但那个不服管教的野丫头竟然真的是预言骑士 也发现他们有着巴尔托拉的预知 无论是情报的准确度还是行动速度 怎么都比他们领先一步 不过优势也要到此为止了 他将亲自前往里奥尼斯平定一番 相信大家都在期待兰斯洛特脚踩亚瑟王的场景 与此同时 加兰与四骑士大战一触即发 加兰不禁地笑了出来 庞佛听到几个小孩要消灭我们 难道是听错了吗 就连梅拉斯丘巴也觉得 像这种不知天高地厚无知小孩真让人无奈啊 明暗之老可是连团长都无法轻易逃脱的黑暗领域 再加上混沌力量的加持 只需要两分半就能将其中生物身体和精神吞噬殆尽 下方的加兰好奇剩余的两人跑哪去了 话音刚落 兰斯洛特突然出现在他身旁 就在兰斯洛特准备动手的时候 阿兰怎么都没想到 拥有和艾斯卡诺相同太阳魔力的预言骑士 实力竟然如此废物 文言嘉兰不屑地说道 我的身体被混沌之力强化过 任何攻击对我都没有用 紧接着一拳狠狠地将高文打飞继续说道 你和他相差太远了 那家伙的力量强大得十分离本 但现在拥有混沌力量的自己 就算面对他的战斧也不足微距 你们两人魔力虽然相同 但我想对战的人可是那家伙 突然加兰记忆出现混乱 为什么我会自称魔神族 我明明是混沌使徒 是效命于混沌之王的混沌加兰才对 陷入记忆错乱的他脑海中 突然浮现出一道声音 混沌的使徒 去毁灭于混沌之王和永恒王国敌对的七大罪 并杀死莫世路的四骑士 和从属于他们的圣骑士与主族 吃下一击的加兰直直地摔倒在地 面对被自己一刀两断的加兰不惊地笑了出来 我果然是无敌的 此刻感觉自己能够吃下一吨的不惊 然而下一秒就笑不出来了 原本被切开的伤口净诡异地入洞 加兰嘲笑道 需去致命伤就以为能杀死我吗 不过不得不说你有点实力 但不是很多 下一秒 在加兰身体愈合的位置 突然冒出帕西的魔力精灵 并表示你要爆炸龙 时间还有三秒请注意安全 笑死了 看到这一幕的兰斯洛特也不禁笑了出来 而与此同时高空中 特里斯坦和梅拉斯丘拉打得水深火热 眼看下面已经奋出胜负 特里斯坦也让梅拉斯丘拉投降 但回应的却是他使用的恶石的灵神 凡是触碰到的符咒将会被他所吞下 而特里斯坦的符咒在他眼前等同于魔力提款机 见状特里斯坦使用圣柜 打算借此将其净化掉 但很可惜并没有用 只因恶石的灵神虽然是从那个世界召唤出来的灵魂集合体 只丑陋至极让人恶心 甚至在你身上几乎感受不到魔神族力量的成分 无论是外表还是魔力都和那可恨的伊丽莎白一模一样 但很可惜 你拥有的魔力强度与你母亲真是于你之别 闻听此言的特里斯坦十分兴奋 感觉梅拉斯丘拉说得太对了 在他眼里母亲非常厉害 无论是治愈伤口意或者解除诅咒和疾病 都不是自己能比的 也好奇地询问 传闻自己母亲在魔界被人称为浴血的伊丽莎白 究竟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闻言梅拉斯丘拉都要裂开了 紧接着让恶食的灵神攻击特里斯坦 躲开偷袭的他一脚就把他踹到地面 只不过好巧不巧的是刚好砸在了高温身上 气得他当场就用太阳魔力烧成灰烬 也就在这时一精灵突然出现在两人面前 表示来找眼前的魔神族有点事情 当听到魔神族三个字 梅拉斯丘拉头突然疼了一下 感觉眼前的妖精真是无理 见状妖精询问和他一起来的同伙跑去哪了 闻言梅拉斯丘拉愣了一下 眼前的妖精怎么会知道同伙的事情 心想难道新型面具那家伙搞砸了吗 不过他跑去城堡地下我会告诉你吗 真是愚蠢的妖精 紧接着发射一道魔力将其绞杀 本以为已经杀掉他 却不让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原来新型面具失去了城堡地牢 也多亏你对这束愚蠢模样疏忽大意 才会毫无防备地泄露这么多情报 理人真好 此时的梅拉斯丘拉和嘉兰一样陷入混乱的记忆当中 而这正是他们对亚瑟王施加洗脑术的反应 只要想到自己以前的身份 那么就会被洗脑术扰乱思考 而他属于魔法是型的 只要无法思考那么就没办法使用法术 甚至没办法继续保持人型 这样一来将更容易战斗 说吧兰斯洛特就先去地牢寻找他的同伙 而这里就交给他解决 此时的梅拉斯丘拉在洗脑术和自身记忆的重招中 终于无法保持人型 在众人震惊中变回人形态 变回丑陋形态的梅拉斯丘拉勃然大怒 他一定要将看到自己真身的人全部吃掉 атель bulkhole 纪人魂惯 作人 人 啊 会 当 都 牛逼 两人净诡异地融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地牢内 杰德此时审讯凯奥 为什么引完情报 并杀害牧师录的四骑士 难道你真的是叛徒吗 文言凯奥非常淡定地表示 无论发生什么 疑惑者使用何种手段 哪怕被怀疑是叛徒 自己只不过是想要保护特里斯坦 毕竟万一有人冒充预言 骑士意图谋害特里斯坦怎么办 万一因为他们太过弱小 以至于让特里斯坦陷入险境怎么办 任何时候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尽量减少可能会危害到特里斯坦的因素 也就在这时门外传来陌生的气息 卡梅洛另一位敌人已来到地牢之中 并将自己身上的斗篷脱下 当杰德打开门后让他等一下 只因在这个地牢里 从未见过这身盔甲的圣骑士 而且正前方可是关押国家级重犯区域 没有许可是不能踏入 文言圣骑士也感谢他们的忠告 不过好奇你们两个见习 圣骑士又怎么会在这里 这番话让杰德不得不警惕起来 毕竟他们是特里斯坦队的圣骑士 在亡国人尽皆知 所以很明显眼前的人 并不是里昂尼斯的圣骑士 紧接着将凯奥的手铐砍断 并将武器还给他 见状圣骑士询问 前几日应该有个因间谍嫌疑 而被逮捕的人吧 而他来到这里的目的 便是夺回服务 话音刚落 圣骑士猛然地朝两人发起攻击 面对突然的袭击 杰德不禁觉得 对方一点歧视精神都没有 不过凯奥感觉 对方应该和他挺合的来 毕竟自己也是擅长偷袭的人 只因战斗中能够抢占先机的人 胜算会大大提高 紧接着召唤风精灵出场 然而发现发音变得异常奇怪 精灵术是魔法体系中 最注重正确发音的魔法 如果没办法正常发音 那么便无法召唤精灵出场 下一秒杰德手握的剑突然掉落 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冷气侵入身体 体温迅速地下降 没一会身体表面就附上一层冰霜 难道是刚刚的攻击造成的吗 伴随着火焰爆炸 两人周身的冷气魔力也随之解除 来人正是基纳副圣骑士长 表示他说的没错 凭你们现在的实力是战胜不了他的 看到来人凯奥非常兴奋 只因他年仅22岁 就成为了里昂尼斯第一位女性副圣骑士长 十年后的现在 依然是亡国数一数二的剑术高手 据说他的爆炸魔力 不仅在圣战中将许多魔神族烧成灰烬 甚至有传言说 他曾经与豪泽尔交往过两天半就分手了 基纳表示城外的骚动似乎是阳功 没力去保护老伯王 让他前来这里看看你防万一 闻言眼前的圣骑士也没想到 基纳竟然当上了副圣骑士长 基纳也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 和过去的同伴在会 基纳力大剑后 所谓优优独 cherry T exclusives Fame Let gor赞 Fame Let kaç For cannon Fame Let pious 随着头盔的吊我 缉纳不禁的询问 曾经的你在圣战时不是对自己发过誓吗 说要继承保护自己而牺牲的兄长的遗志 发誓要成为一名比他更优秀的圣骑士 殊不知杰利卡不仅是前里昂尼斯的圣骑士 也是末世路的四骑士兰斯洛特的师父 虽然隐约就察觉到 兰斯洛特果然是预言中的骑士 话音刚落 杰利卡向周身释放冰墙 趁吉娜不注意的时候猛然发起攻击 虽然吉娜第一时间就想反击 但杰利卡刚释放的冰墙将其武器卡在其中 见状杰利卡顺身来到他身后 千军一发之际及时躲开 但可惜的是自己手中的武器被杰利卡夺走了 吉娜不明白这几年他究竟发生了什么 十年前辞去了里昂尼斯的圣骑士一职 成为了本威克的圣骑士 也得到了班和伊莱恩的信任 是因为搞砸了任务被班降罪 还是和兰斯洛特之间发生了什么 殊不知这句话戳中了杰利卡的内心 手握长剑朝吉娜攻击 但他别再说了 你再怎么猜测揣度 不过都是拖延时间罢了 现在胜负一分 你是我曾经的战友我也不想杀你 你就老老实实地待着让我完成任务吧 文言吉娜也不打算放弃 身为王国圣骑士长的他 也有需要完成的任务 话音刚落 吉娜瞬间被冻成冰雕 紧接着打算就此杀掉吉娜 但也就在这时身后发出剧烈的爆炸 千军一发之际 兰斯洛特及时赶到 为什么来的 我们是家族 兰斯洛特 你把师父带回来 牛逼紧紧一击便将其打倒 不过对方似乎趁机挖洞逃跑了 紧接着让他们照顾好鸡娜 而自己负责去阻拦杰利卡 与此同时杰利卡已经来到关押弗鲁的地方 弗鲁也察觉到对方的气息说道 他是不可能逃走了 魔力禁锢手铐太过强大 只要触碰就会产生庞大的电流阻挡 在卡梅洛的秘密拷问出来前 让杰利卡快点杀掉他 也就在这时兰斯洛特跑过来说道 这两年半中一直在寻找你的身影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要离开本威克 甚至要成为卡梅洛的圣骑士 文言杰利卡询问 你还记得吗 正好六年前在本威克发生那起身影事件 我们两个被单独困在那边的事件 用了三年才逃脱出来 兰斯洛特也回想起 当时的他急于得到老爸的表扬 不肯听你的劝阻 还把你卷入其中 甚至去到那边的事件 自己每天都充满不安的情绪 以至于一直对师傅你抱怨发火 只会扯后腿的自己什么都帮不上忙 当时的他简直是无可救药的小鬼 所以是受够了照顾我而离开本威克的吗 杰利卡表示说的没错 照顾一个只会抱怨的小鬼确实很费劲 但同时自己却觉得无比幸福 那三年时光也是他最珍贵的宝物 并不是讨厌你而离开本威克 文言杰利卡止不住的落泪 看着兰斯洛特的脸就会压抑不住内心真正的想法 其实他对于兰斯洛特的爱 并不是家人之间的爱 而是女人对男人之间的爱 两人在那个世界相依为命三年时间 一直让他无法忘怀 兰斯洛特的逞强以及赌气的侧脸 甚至单纯的举止都让他感到无比喜爱 和你相处的那段时间是自己人生中最开心的日子 但现在可能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那家伙还在那边等着我回去 这些都是杰利卡内心的话 紧接着对兰斯洛特说道 在我们一起冒险的三年里 我竟发现自己对你产生男女之间的情感 一想到这份感情可能会被你看穿 所以就害怕的无法继续留在你身边 兰斯洛特表示 如果这就是你失踪的原因 那为什么现在要告诉我 你和他为横子的会儿 你一定会在最后的 你和rete亚人有什么 不用了 我跟Ellen也不讲了 我本身一点子 你不敢说 这根本是看着我 那在哪有什么 我向下就在那里 هو谁的事 女人 阿塞销 而我的世界 与我与你 蓝斯洛特非常明白 此时的师傅被亚瑟王锁片了 但杰里卡根本听不进去 伴随着一阵吟唱 永恒王国的大门出现在自己眼前 一阵刺眼的光芒闪过 杰里卡就这么消失在自己眼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